第1373章我等住你 慢住 只是看到沐云居然是真的要走 许庆之彻底愣住了 这家伙根本不会跟他讨价还价的 看到他被困 就是要勒索他 我给你 统统都给你 许庆之说住 手中金羊丹顿时出现 道 这是两百万颗金羊丹 加上之前给你的一百万颗 现在足足有三百万颗了 足够你出手救我们了吧 沐云接过金羊丹 淡淡一笑道 够了 足够了 三百万颗金羊丹 自然是足够了 沐云接过金羊丹 笑道 谢了啊 许公子放心 我一定将你生死的消息 告诉许涵林丰主 让丰主节哀顺便 说不定和你娘还能再生一个 保证你许家后继有人 沐云说着 转身便欲离开 你回来 回来 只是许庆之此刻却是突然咆哮道 你耍我 沐云 你敢耍我 我耍你 沐云突然惊讶道 没有啊 之前不是你和罗友云二人 折回身去 想要杀我吗 现在 我没死 当然要找你们讨点利息了 三百万颗金羊丹 算是我的精神损失费 不冤啊 你胡说 我们根本没去杀你 真若是去杀你了 你怎么可能还活着 哦 不承认啊 沐云也不住急 道 哀 看来 是罗友云自己做的决定了 这家伙 临死前还要拉着你垫背啊 你 事到如今 许庆之如何还不明白 沐云完完全全是在戏耍他 这家伙 简直是太不要脸了 你死定了 死定了 许庆之亨道 沐云 你敢耍我 我必定要让你偿命的 让我偿命 沐云淡笑道 好吧 我等住你让我偿命 不过 还是要告诉你 你先躲过这一劫再说吧话语 落下 沐云身影顿时消散 而不多时 一道道身影 回到此地 赫轩 凌文看到地上的尸体 顿时怒了 赫轩 死了 里面那些人 还在里面 怎么回事 凌文看住许庆之 顿时喝道 是沐云 那小子刚才来了 杀了赫轩 又跑了 沐云是谁 他是我们三十三天见门的弟子 是个彻头彻尾的败类 许庆之开口道 凌文 你放我出去 我帮你报仇 杀了这小子 你帮我报仇 凌文顿时 笑了 许庆之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话 凌文哼道 罗友云死了 我的同伴们也都死了 我刚才去看了 是被罗友云施展底牌 炸死的 你许庆之身上 一定也有底牌在 我放你出来 不是自寻死路吗 你就老实在 这里面待着 这些地穴猪王 会将你的骨头啃碎 你就准备受死吧 凌文说着 二话不说 直接取出一道笛子 开始吹奏起来 随着敌音响起 那些地穴猪王 一个个攀爬出来 开始行动 朝着许庆之十几人杀去 渐渐地 被猪王围绕的地方 厮杀声和叫骂声 此起彼落 而此时此刻的凌文 却是不管不顾 任凭许庆之说什么 他都当是王八念经 根本不听 猪王内 饶是许庆之 乃是六品精先境界 一巴掌能捏死凌文 可是那些地穴猪王 一只只都是奇毒无比 他根本施展不开手脚 而凌文召唤出 越来越多的地穴猪王 他根本无处可逃 死 已经是注定结局 许庆手中 一块蒲玉突然出现 低声喝道 父亲 孩儿生死 希望父亲为我报仇 血煞神教的凌文 孩儿要他碎尸万短 还有沐云 沐云那个混蛋 见死不救 孩儿要让他死 许庆之话语落下 手中蒲玉 直接碎裂开来 一道无形的波动 徐徐散开 而此刻 那些地穴猪王 已经是围了上来 此时 另一边 沐云带着王兴雅 选择一个地方 准备停下脚步 开始修炼 这一次 血煞神教的弟子们 并不是单独行动 每一对弟子 身边都有至少五品 甚至是六品金仙境界的弟子带领 看来这次 雷都想法很周到 就是冲着33天 见门的弟子来的 他和王兴雅二人 皆是在三品金仙境界 面对五品金仙 根本不拒 可是面对六品金仙 就显得会捉惊剑种 即便能杀 自己也要付出代价 而在这落日山脉内 若是受伤或被人追杀 那结果 必定很凄惨 沐云已经是打定主意 这次 平级住金阳丹 突破四品金仙境界 金仙境界 领悟空间法则 对他来说 不算难 难的是凝聚金身 金仙舞者 凝聚九道护体金身 九九合一 最终成就大罗金仙境界 这之间 金身每一道的凝聚 都是舞者一次的升华 要想九层金身圆满 每一层境界的舞者 都不会过于急躁 只是沐云不怕 他是重生一世的家伙 这些事情 难不住他 一座山洞内 沐云盘息而坐 而脑海之上 金阳丹凝聚的丹流 直接滚滚落下 全部进入到他身体内 一道道精纯的力量 从脑海内 在魂力的引导下 步步进入到他的身体之中 渐渐地 他身体内的力量 不断成长 这种突破 对其他修行者来说 就是一步步摸索 所以需要的时间 就很缓慢 可是对他来说 却是将自己 所知道的前进路线 拿出来 按照前进的路线 继续前进 没有任何歪路 没有任何疑惑 只需要全身心的 冲击境界 而一旁 看到沐云全身心修炼 王兴亚手中 长情出现 天音罗在头顶旋转 一道道天地之音 在其双耳之间响彻 为了追上沐云的步伐 他也从未懈怠 沐云天赋够强 这次 他若不是得到 瑞翼大师的指点 以及天音罗 这等天地所生的奇物 想要到达 惊鲜境界 只怕还需要百年时间 只是即便是如此 现在的沐云 已经是在冲击四品 惊鲜境界 而他 在三品惊仙境界 稳定下来而已 沐云的静静 太快了 他根本追不上 或许 秦梦瑶身怀神魄 比沐云还快 或许 萧云儿天赋极高 也不差 唯有他 才是最慢的 所以 他更是要付出百倍努力 两人在开凿出的山洞之中 悄悄开始修炼 沐云的魂力 在真仙境界 就是比平常舞者更加强盛 现在到达金仙 凝聚金身 更是需要强大的魂力支撑 这对他来说 并不难 时间一点一滴过去 悄悄间 沐云的身体 开始改变 他的身体表面 原本一道护体金光 突然破解开来 化成了三道 而此刻 在那三道护体金身之外 又凝聚出了一道护体金身 第四道 而后 四道护体金身 再次逐渐地开始闭合 他的身体表面 看起来皮肤细腻 宛若婴儿一般 甚至连汗毛 都是舒展开来 似乎在止不住的 畅快欢畅一样 而渐渐地 沐云的身体内 魂胎周围 一道道磅礴的力量 逐渐扩散开来 即便在山东内 王兴亚也感觉到了 而此刻 沐云手掌 轻轻挥舞 不带任何的气境 可却是充满波动 不灭血点 四招五计 我只是习的 第一招的九名血掌 而现在 九名血掌 足足可以施展出 九道爪印 完全不一样 沐云心中 自言自语 还有第二是血龙狂吟 和第三是灭骨血印 看来 这不灭血点 哪怕只是前四重 我就算是修炼完了 这里面的攻击招式 也是需要我实力提升 方才能够一一施展出来 当初他累死累活 只能算是将九名血掌掌控 但现在 血龙狂吟和灭骨血印 也被他渐渐琢磨到 而他从三品到达四品金仙 又是一个巨大的提升 沐云渐渐渐明了 这不灭血点内的五级招式 需要的是他一次次的提升实力 方才能够逐渐修炼 不似于他曾经修炼的仙法那般 九名血掌 血龙狂吟 灭骨血印 三重招式 这还仅是我从九灵夺天杯 第一块石杯之上得到的罢了 四块石杯 随着我的实力增长 这些招式 会不会越来越多 若是聚集了九块九灵夺天杯 只怕武功招式更加多了 沐云心中期盼 第四式 他现在还是无法领悟 看来唯有突破到五品金仙 才能够办到了 而这次 到达四品金仙境界 算是三百万颗金羊丹的功劳 不过 随着他的境界提升 下等金仙仙法 也无法满足他的实力发挥了 沐云再次从自己脑海内 选择了两门仙爵 皆是金仙仙法中等层次 一门剑法 一门执法 剑法 名为紫红剑法 而执法 则是名为炼狱圣旨 这炼狱圣旨 名字听起来很邪恶 所造成的杀伐气息 也更加强劲 以指为笔墨 来指点江山 一指落下 宛若凝结出一片炼狱 来对敌人进行碾压 这执法分为三指 炼的指 炼天指 炼狱血指 尤其是最后一指 威力可以说十分霸道 只是如何霸道 还是需要沐云再次修炼 方才能够找回那种感觉 好熟悉熟悉 这次 两门仙爵 再加上九龄夺天杯 第一杯内的三招杀伐之事 面对五品精仙 就不必那么捉惊见肘了 但是沐云脑袋一转 却是想到了龟一 龟一 干嘛 这个 你看 好久都没有修炼原力武技了 你这有没有 自己看 沐云还没说完 龟一说了一声 一门武技功法 直接烙印在沐云脑海内 第1374章 暴炎影天枪诀 那武技名字 赫然出现 暴炎影天枪诀 沐云脑海内 立刻浮现出 这一门枪法的枪诀 够意思啊 龟一 知道我有一杆长红冠日枪 就给了我一门枪诀 沐云嘿嘿笑道 前世 他乃是先王 师尊是灭天炎 先界第一剑客 可是 他是师尊三个得意弟子里面 剑术最差的 也就是这一世 将剑捡起来 重新修炼 相当于时间磨出来的 一个剑术天才了 而前世 他所使用的主要兵器 便是枪 剑只是第二选择 少说废话了 我是看你现在 实力提高得太慢了 等着你帮我找一些 带有洪荒气息的东西 你到现在都完不成 所以想着帮你提升实力 不然 靠你这归宿修行 什么时候能帮我找到 洪荒气息的质保 让我恢复过来 皈依说着 哼哼道 你小子 现在给你的这些武技 都只是最低层次的罢了 等你以后境界提高 好东西在后面 而且诸仙图内 还有许多未知之地 你现在 所了解到的 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 等你真正知道他是什么 你才会 你告诉我不就行了 沐云再次笑道 这诸仙图 名字也只是仙界众人起的 真正名字是什么 就算你所说的那第一神地 得到此图 也仅仅是得到而已 并非是他所产生的 你套我的话 皈依气了一声道 你急什么 早晚你会知道的 能够从皈依手中 掏出一门暴眼影天枪决 已经是很不容易 沐云也懒得跟他废话了 从诸仙图内行转 王兴亚此刻 依旧是在双手抚擒 天音罗淡淡的声音传开 他似乎在领悟 属于自己的音修之道 有着天音罗的音修舞者 将来必定是一方巨拨 沐云也不担心心儿会出什么问题 随着时间递增 心儿的实力 必定是在仙界属于顶尖的层次 手掌一挥 一杆长枪 出现在沐云手中 长红灌日枪 此枪乃是仙界一位 赫赫有名的炼器师打造 花费得更是九天明铁 来历不凡 触摸着长枪 沐云心中生起一股回忆 当年 这枪曾陪伴他一段时间 那些人 依旧历历在目一般 只是 物是人非 枪还在 可是昔日故人 许多 却是现在见不到了 沐云心境 在此刻 也是发生着变化 什么时候 这么伤唇悲秋了 一道声音 打断了沐云的思考 王兴亚站起身来 看住沐云 道 我听到你呼吸的变化 感觉到你心中有心事 伤春悲秋 现在可是没时间 我只是看到这柄枪 想到 故人了 王兴亚淡然说 你现在在一步步 靠近昔日的巅峰 快了 嗯 快了 沐云点了点头 不管前方敌人 到底多么强大 这一事 他走到这一步了 该面对的 终究是要来 你也答应过我 不准再使用 你所学得的大索命术了 王兴亚认真地说 我从姚儿姐姐那里知道 你使用过几次 每次 几乎都是差点死去 可 没事 现在至少有个几万年 可以活 而且 我想 至少目前 没人能够逼迫我 使用出大索命术 以后也不准用 呵呵 好 不用 以后也不用 沐云点头道 走吧 这次 突破到四品精仙境界 我需要学习一些 新的仙法和仙诀 我们先去找一些仙兽 练练手吧 嘿嘿 听到此话 王兴亚确实笑了起来 你笑什么 我笑以前啊 王兴亚挽着沐云胳膊 道 那时候 看你练丹 练气 阵法 什么都会 就感觉敬畏天人 没想到 你这副皮囊下 早就换了另一个灵魂了 而且是老牛吃嫩草 老牛吃嫩草 沐云老脸一红 不过王兴亚似乎说的真没错 完蛋了 沐云突然哀叹道 我这么点底子 都被你们知道了 这以后 怎么在你们面前 表现出忧郁感啊 你现在也很忧郁啊 王兴亚 赞赏道 你现在 就是我心中最出色的人 前世你可以到达那等高度 今生 你更是可以看住心爱的女人 沐云嘴角一抹微笑浮现 对啊 前世可以 今生 只能够更强 走吧 一直以来 我都是用剑 今日让你看看 我的枪法 沐云手中 摸索住长红冠日枪 一阵熟悉的感觉 弥漫开来 两道身影 出了山洞 继续前进 绵延不绝的落日山脉 不时间 传来一道道售吼声 轰鸣之声 一道接着一道 不时间 还有舞者交手的轰鸣声 不时间传开 这种情况下 血腥味在山脉内 越来越强烈 轰 一道轰鸣声响起 沐云身前 一道身影 直接站在一座宛若小山一般的尸体身上 那假龟兽 这次可以熬一个王八汤喝了 沐云长红冠日枪血滴落下 整个人意气风发道 多年未曾用枪 这一枪一枪 力量灌满 十分强大 尤其是暴眼影天枪诀 这枪诀 招式其实很简单 一条 一次 一波 一展 共有九种不同样式的攻击招式 可是这九种 看起来更像是九种基础枪诀的法诀一般 但就算是如此 此枪诀威力依旧是不可小觑 长红冠日枪 本来就是属于极强横霸道的仙气枪诀 而暴眼影天枪诀 虽然九招九式 看起来很简单 可是实际上 威力霸道 沐云点头道 龟一 谢了 谢我就拿出点真实行动来 别每天动动嘴就完了 龟一闷声闷气道 臭小子 当年怎么就到你身上了 要不然现在我 早就成了 龟一越说越小 最后不再理会沐云 只是沐云也知道 这家伙是刀子嘴 豆腐心 说话向来不好听 只是这一路走来 若是没有龟一 只怕他应该是死了不少次了 沐云斩杀着的假龟兽 直接开始准备 熬起汤来 只是小七和疾风 现在的饭量 当真是恐怖 沐云哪怕是不停歇的猎杀 再做成美味佳肴 也不够两个家伙吃的 不过 沐云知道 强大的仙兽 甚至是神兽 增强自身实力 有一个直接的办法 那就是吞食 直接不断地拼杀 将对手的血肉吞吃了 炼化成自己的力量 就算是最弱小的普通狼只 捕捉牛羊来吃 也不只是为了填饱肚子 更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强 亚龙和神龙 都是极具有吞噬性的存在 这种强大生灵 所在乎的就是自己的强大 只是小七和疾风 现在都是在幼儿 等到他们长大成年 一些事情 自己就会明白 一番忙碌 两个小家伙 在避落黄泉图内 欢畅飞驰 避落黄泉图内的空间 有山有水 再加上他自己融合的 九元之力 各种各样的力量汇聚 使得这里面 似乎是被他激活了 成了新的世界 只是这个世界 似乎人类无法在里面存活 就是小七和疾风 在里面也不能待太久 沐云此时此刻 心中愈发好奇 避落黄泉宗 这一幅图卷 到底是所谓如何 他始终是想不明白 这一点的 两人再次行进 朝着山脉 伸出前进 不好 王兴雅突然开口道 秦翰他们似乎出事了 走 沐云之前 和秦翰他们分开之时 留下一道声音 只要他们引动 王兴雅就能够感觉到 他们的位置 两道身影 急驰而去 而此时此刻 落日山脉 一处山谷之间 上百道身影在交手 而这上百道身影之间 秦翰七人 彼此间离得不远 和一些血煞神教的弟子交手 原本八人 哪一直跟在秦翰身边 未曾开口的男子 已经是死了 现在只剩下了他们七个 但是 对面的血煞神教弟子 却是有数十个 而且那数十个 血煞神教的弟子 另一边 同样有十几人的队伍 那十几人 也是三十三天 见门的弟子 其中一名弟子 沐云在此 定然不会陌生 正是被他斩去一臂的斗风 只是斗风此刻 带着十余人 现在看起来 情况也不怎么好 不过斗风一行人等之间 还有几道身影 看起来 却是游刃有余 此刻 秦汉欺人状况 愈发不妙 通知沐云了吗 秦汉开口道 通知了 只是沐云在哪里 还不知道呢 而且谁知道 这沐云会不会来啊 再说 他来了 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啊 屡瞻此刻 气喘吁吁道 是啊 秦灵儿也是面色苦闷道 谁知道这山谷内 那么多血煞神教弟子 他们肯定是在这里 发现了什么 我们是住了到了此时 陈霄也是苦涩道 这才刚恢复伤势 没想到又遇到这种事 几人脸色都是好看 表情也很沮丧 而此刻 那另一队被围着的十几人 却是始终不慌不忙 不过他们面对的是上百名血煞神教的弟子 而且其中有三人 到达六品惊仙境界 那十几人看着还行 可是似乎也不好 第一千三百七十五张吃豆腐 也要有个限度 豆豐 可是你告诉我们 这里有宝贝的 现在呢 一名身材令人喷血的娇艳女子 此刻一脚踹飞一名血煞神教弟子 哼道 青青姐 我也不知道 会发生这种事啊 豆豐此刻独臂握剑 更是狼狈 原青青 你可是六品惊仙境界 这次能不能突围出去 全看你了 一名短发男子开口道 再说 你父亲可是十八疯疯主元叔 不教你一些拿手剑术 那三个六品惊仙的弟子 哪里是你的对手 盛睿 我看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是吗 原青青此刻甩了一下波浪长发 冷漠道 你父亲还是二十三封主圣行呢 你来个月级击杀给我看看啊 好了 别吵了 两人看住是要吵下去的架势 一名长发飘飘 气息内敛的男子猝起眉头 姬无名 这时候 你就少在这里装什么深沉了 没办法突围出去 我们都要死 原青青哼了一声道 豆豐此刻脸色是最糟糕的一个 他本来确实是在这里碰到一处古怪的地方 可惜他只是三品惊仙境界 不敢闯入 这才找了十八封的原青青 二十二封的姬无名 二十三封的盛行来一起 但谁知道 他只是转了个弯 回到这里 现在就变成了正模样 这些血煞神教的弟子 似乎也发现了 这下事情就比较难办了 他该怎么办 他能怎么办 这些血煞神教的弟子 更像是在这里酒后他们 就等他们来了一样 秦汉那小子 带着一堆人 我看也是快撑不住了 原青青胸口颤抖 傲然道 现在 我看我们应该联合起来 再做决定了 不可能 豆豐此刻突然开口 秦汉乃是和沐云一起 现在虽然不知道沐云在哪里 可是和他们联合 无一于与虎谋皮 与虎谋皮 原青青赤笑道 豆豐 我看你是吓傻了 爸 沐云当初是一品金仙 还是二品金仙 便是砍了你一条手臂 你是不是被他吓傻了 你 我说了 别吵了 秦汉明 此刻却是再次开口 秦汉明 你 你没看到 又有血煞神教的弟子来了吗 秦汉明 此刻立刻回应 话语落下 几人都是转身看去 只见天空之上 两道身影 豁然出现 那两人 一男一女 男的看起来有些偏瘦 表情阴逸 一看就是很角色 羽的看起来 则是风情万种 身材风鱼 处处透露着成熟的气息 和师兄 闻师姐 笨 男子点了点头 道 就这么二十几人 那三名六品金仙弟子之中 走出一名弟子 拱手道 和师兄 只吸引这么多来 全部被困住 只是他们还心存侥幸 妄图突围 陈妍 你就是 这么办事的 和师兄还没开口 纳闻师姐却是淡淡一笑 扭动着腰肢 走到陈妍身前 道 你确定你用心办事了 此话 一出 陈妍脸色惊变 扑通一声 跪倒在地 拂手道 闻师姐请息怒 师弟已经是很用心了 只是这些家伙 根本不愿意停下来 哦 是吗 文武双手眼嘴一笑 看住众人 开口道 所有人都停手 这一笑 顿时 场中众人停顿 那些血煞神教的弟子 一个个带住惊骇的目光 看向文武和何允二人 显然 这二人对他们来说 有很大的威慑力 此刻 三十三天剑门的弟子 也停下了手 三十三天剑门弟子 你们这些人 我也不为难你们 给你们一条活路 文武缓缓道 看到那一条动道了吗 只要你们在前 给我们带路 我可以考虑一下 活下来的人 让你们离开 你做梦 正在此刻 那站在斗风身边的铁江河 突然喝道 丑女人 脑手弄姿的贱模样 老子就是死 也不会听你们血煞神教的 哦 那你去死吧 何允此刻一步跨出 手掌一挥 直接一道掌印 轰然印出 看到此景 圆轻轻一步踏出 刚想阻挡 可是那一道掌印 却是直接撞击而来 她六品精仙境界 无力阻挡 轰隆一声响起 掌印落下 铁江河整个身体 顿时僵硬 看到这里 所有人都是一阵 圆轻轻 可谓是他们之中 最强的一人了 可是面对这个何允 丝毫没有还手能力 甚至无法阻挡 她对铁江河的击杀 这太恐怖了 而此刻 看住铁江河的尸体 斗风之感觉 脑袋都要炸了 这算什么事啊 之前一个沐云 杀了谷玉生 而现在 这个河师兄 又斩杀了铁江 而且他更是 毫无阻挡的实力 这一手 接下来 无人敢出声了 一手斩杀一名四品金仙 在场也有五品金仙 和六品金仙境界弟子 可是他们此刻 也不想拿自己的命去尝试 你们也不用这种眼神看我 何允开口道 我乃是第一堂弟子 何允 现在 落日山脉内 我们第一堂弟子 和你们三十三天 建门的弟子 交起手来 你们只能说是倒霉 遇到我何允 自然 我们血煞神教的弟子 也有倒霉的 遇到比他们实力强的 三十三天建门弟子 现在 谁若是不愿意服从 继续说 何允话语落下 看住二十几人 好 既然没人开口 那就请你们排列好方阵 实力游落到墙 排好队列 进入到通道之中 何允再次开口道 切记 谁若是在里面动歪心思 我会立刻出手击杀 听到此话 众人哪里还不明白 这些家伙 是想投石问路 只是这时 就是他们 陈妍 陆丰 白妍 你们三人 分别在前中后看住 谁若是易懂 杀无赦 何允开口道 对了 其余弟子 跟随我们 进入其中 是 那三名六品 惊仙境界弟子 拱手落下 看住三十三天 见门众人 此刻 不听 立刻被斩杀 死路一条 进入闯一闯 万一遇到什么转变 说不定还能有一条活路 袁清清依照序列 站在最后 其他弟子 看到袁清清都屈服了 自然无人敢反抗了 秦汉此刻看住几人 道 大家小心一点 进去 未必没有出路 嗯 二十几人 不多时便是排好了序列 站在各自位置上 陈妍在队伍前方 陆峰在队伍中央 白妍则在队伍后方 三大六品 惊仙境界 看守他们 就算是想跑 也难 何允看住文武 道 我们也进去吧 嗯 何允开口道 这一处地方 似乎是一片遗迹 存在时间不短了 只是落日山脉嘛 经常有仙兽在这里厮杀 山脉地理位置 时常改变 这次也是山脉改变 才使得这里露出来 不过里面到底是什么 谁也不敢保证 进去看看便是了 闻 悟 妩媚一笑 跟住众人 朝着山洞内走去 而此刻 三十三天见门的 二十几名弟子 一个个被押送进进入 全部是提心吊胆 谁知道里面是什么 万一不小心 死在里面 那这辈子就结束了 而此刻 这山谷一方 一座山峰之上 两道身影 却是趴在灌木之下 将一切尽收眼底 血煞神教弟子 王兴雅脸色有些难看 道 那个河允以及文武 都是七品精仙境界实力 这次 有些麻烦了 沐云却是笑道 没什么 麻烦的 他们现在是进入这山脉内 我们就跟上去 有危险 也是他们先查探 我们在后面 找准机会 一旦这些人分开了 未必不能够救出秦汉他们 嗯 走 沐云说着 一跃而起 朝着山谷前进 来到山洞前 此处已经是被设置了障眼法 只是这些雕虫小技 瞒不过沐云 轻易解开那些小幻阵 沐云直接进入其中 小心点 山洞有五米高 宽也有三四米 里面一片昏暗 只是惊仙境界 魂西查探 光芒不是问题 强大如灵文轩那种 就算是瞎了 可是魂石强大 也根本不是问题 两人逐渐摸索前行 不敢大意 而此刻 山洞深处 上百人的队伍 缓慢前进 秦汉几人 小心翼翼 那袁清清几人 同样是十分小心 此刻 袁清清乃是六品 精先境界 站在队伍最后 白岩站在 袁清清身旁 仔细盯住 这丫头 秀为最高 与她相当 现在要是突然发难 袭杀她 还是很有可能的 只是 随着前进 没有遇到什么危险 白岩站在 袁清清身边 闻到那淡淡的幽香 看住 近在咫尺的女子 心缘一马 双手也是开始 不老实起来 突然 前进之间的 袁清清 感觉到一双大手 放在自己臀部 不用看 她就知道是谁 只是现在 既然篱下 被吃些豆腐 袁清清忍了 而另一边 感受到柔软 看到袁清清 并未声张 白岩的胆子 更大了些 一双手 从后面 挪一到前面了 袁清清 突然感觉 那一双手消失了 只是还没来得及庆幸 那一双手 居然来到了自己胸前 这下 袁清清 无论如何 也忍受不了了 吃豆腐 也要有个限度 第1376章 四足小蛇 啊 突然间 山洞内 一道惨叫声响起 惨叫声落下 白岩手掌 鲜血淋淋 手紧被挑开 整个人脸色苍白 怎么回事 何云此刻 走上前来 沉声喝道 何师兄 这女人 想杀我 趁机逃跑 白岩双手 鲜血淋淋 怒喝道 还好她是 六品精先境界 不然袁清清这一击 就要了她的双手了 你自己不管好你的双手 现在去来诬陷我 袁清清哼道 我若是想跑 再多了你双手的一瞬间 就准备跑了听到此话 众人接 是看喜爱那个白岩 这时候 是个人都明白 白岩潜了什么 白岩 你 思思 思思 只是 另一边 文武刚想开口 可是山洞内 思思的声音 却是突然响起 一道道声音响起之间 山洞之中 一股阴冷的气息 突然弥漫开来 啊 而突然 又是一道惨叫声响起 众人浑石查探 只发现 一名弟子 被一条巨蟒 直接吞吃了 吞天云蟒 何允顿时脸色惊变 所有人 继续前进 快 何允话语落下 大家哪里还敢停留 速度加快 各自奔逃 秦汉此刻却是低声道 大家小心 这吞天云蟒 乃是荆棘血脉鲜兽 不管什么东西 只是一口吞下去 被吞 必死无疑 现在吞天云蟒出现 正是混乱时刻 找到机会 大家立刻跑 嗯 明白 众人此刻就是担心 不会出乱了 现在出现乱子 刚好 你个废物 何允看住白岩 怒喝道 吞天云蟒 最是喜欢鲜血的味道 你小子 想玩女人 外面不是多的是吗 白岩此刻 根本不敢反驳 急忙吞下一颗鲜丹 恢复双手创伤 一会若是有大战 他若是双手没用了 那实力必定减半 嘶嘶 但是此刻 一道道声音逐渐响起 越来越密集 众人心中 渐渐发毛 羞羞 破空声响起 那支支吞天云蟒 在此刻直接冲出 庞福是看到美味佳肴 准备彻底开动了 顿时 山洞内 一道道交战声 此起彼落 轰隆隆的声音 在山洞内蔓延 走 袁卿卿此刻带着圣锐 姬无名等人 立刻朝住深处杀去 后退是不可能的了 那和允和文武二人 都在后面等住他们 现在只有前进 方才有一线生机 秦汉此刻 也是带着小队 朝住深处杀去 趁现在血煞神教弟子混乱 无暇顾及他们 趁早摆脱他们的束缚 才能够活命 追 别让他们跑了 而此刻 文武一声令下 不断撕裂那些吞天云蟒 朝着深处追击 场面顿时大乱 可是这时候 三十三天见门二十几人 已经是开始四下散开 时间紧迫 所有人心怀各异 夺路而逃 一追一逃之间 场面似乎变得 有些难以控制 就算文武和何云二人 乃是七品惊仙 可是在出现的 吞天云蟒阻拦下 也是难以维持场面 众人奔逃离开 那些吞天云蟒 一路跟随 而此刻 沐云和王兴雅二人 也是紧紧相随 这些家伙 跑得倒是挺快 沐云看中满地尸体 倒 只怕是遇到危险了 心儿 下面小心 嗯 两人再次追上前去 而随着不断深入 渐渐地 前方洞口 越来越宽广 只是前进的路 却是一分为四 四条通道 该走哪一条 沐云看住四条通道 也是有些 摸不住头脑 他还不知道 这山洞内 到底是什么呢 走哪一条 听你的 沐云确实是不知道 该走哪一条 只能随便选一条 靠右侧这一条 走 摁 两道身影 消失在通道内 而此时此刻 四道通道路口 上方 突然出现一道道 闪闪发光的影子 那些闪闪发光的新点 将洞口弥漫 四条通道 在此时此刻看起来 逐渐消散 一切 彭扶从来没存在过一半 只是这一切 进入到通道内的人 却是不得而知的 此刻 四条通道内 秦汉带着小队 走了一条 袁清清 圣锐 姬无名 斗峰等人 走了一条 而河云与文武代人 也走了一条 恰好 沐云所走的 就是最后一条 只是此刻 四条道路之上 众人遇到的情况 却是不尽相同 沐云和王兴雅二人 沿住通道 继续前行 但是约了百米之后 通道便是到达尽头 出现的是一处悬崖边缘 而他们两人前方 则是出现一块块 悬浮在半空之中的石块 那些石块 或高或低 完全没有规则 脚下 万丈深渊 一眼看不见尽头 云哥 这是什么地方 王兴雅不知所以 阵法 沐云忽了呼吸道 他现在不过是阵法宗师 如果毕清玉在这里 这阵法对他来说 可能有机会破解 可是此刻 沐云以他的见识看去 却是有些摸不住头脑 天干十二之 这阵法 有些古怪 我虽然是阵法宗师顶尖的 可也看不太出来什么问题 恐怕只有阵法拒不一类的 才能看出来了 那怎么办 试试看 沐云忽了一口气 他虽然在炼阵方面 天赋不如炼丹和炼气 可总归是见识过不少的先阵巨步 那些先阵巨步的一些手段 他也见识过 这阵法 虽然有些看不懂 可是不代表 没有一点机会 沐云一步踏出 落到一块石块上方 来 手掌接过王兴雅 沐云道 抱住我 嗯 两人继续前进 沐云依照自己对此阵法的理解 再次踏出一步 石块长宽一公尺有余 后也有两三米 两人站在上面 完全不是阻碍 一步接着一步 沐云不断跨越 这石块 看起来一块接着一块 可是实际上 在前进了数百米之后 沐云便是发现 石块阵对面 同样是一面悬崖峭壁 而峭壁之上 一个洞穴 与他们来的位置 遥相呼应 就在那里了 沐云看住前方 有些鼓舞道 至少她到现在 根据经验 还没出现什么问题 快到了 看住剩下十几公尺距离 沐云心中一动 咔咔 然而 正在此刻 沐云下一步跨出 踩在一块石头之上 可是瞬间 石块碎裂 一股强雷的吸扯力 直接将她和 王欣雅的身体往下拉 这一瞬间 磅腐重力增加了 成千上万倍一样 两人的身体 笔直下垂 坠下一眼 看不到底的深渊之中 轰隆隆的声音 在耳边响起 沐云将心儿抱在怀中 一路下坠 时间 磅腐停止流逝了一样 这种下坠 不知道经历了多久 突然 速度缓慢下来 最终 沐云的身体 砰的一声 砸在地上 坚硬的地面之上 速度最开始 十分快速 可是后来减缓了一些 这一摔 沐云倒是没感觉太痛 此刻 王欣雅急忙拍打着沐云的身体 宽慰道 云哥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沐云缓缓道 仔细查探着四周 周围一片漆黑 看起来 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手掌一挥 沐云手中 一颗颗叶明珠 四下散开 镶嵌到四周的墙壁之上 直到此刻 沐云方才看出 他和王欣雅二人 身处在一片来谷之间 抬头看去 来谷越来越小 它们正是从来谷顶端的缝隙 掉落下来的 而此刻 这来谷前后 绵延不绝 不知道通往哪里 看到此景 沐云愈发不解了 这地方怎么看 怎么奇怪 小心 笨 两人选定一个方向 继续前进 这次 沐云不敢大意了 朝着前方前进 好半天时间 沐云都没发现 什么奇怪的地方 只是 这条通道 越是前进 却是越发现 这地方越狭窄 沐云幽语剑在手 一步步朝前方前进 啊 只是突然间 前方 一道凄惨的嚎叫声响起 紧接住 沐云只看到 一条长有数公尺的小蛇 扭动着腰肢 羞羞羞地在地上攀爬 那速度 简直比飞奔而下的瀑布都快 而且看样子 还十分滑稽 沐云刚想笑 可是看到那小蛇 身后的庞然大物 顿时笑不出来了 吞天蛟龙 看到那长有千丈 错也有上百米的大家伙 沐云只感觉眼睛发晕了 但仔细在看 前面被追着的小蛇 前生双爪 一双爪子 抓着一颗蛋 那蛋足足有两三公尺高大 一条蛇 长着四脚的蛇 只有几公尺长 却是抱着这一颗蛋 咬死不放 那兵士的模样 看起来 太滑稽 老子真是逼了狗了 不就是偷了你一颗蛟龙蛋吗 老子以后会还你的 你别追了 再追我动真格的了 我 曹 你还追是吗 再追老子真动真格的了 当年我可是名震仙界的 轰 只是那四足小蛇 还没说完 吞天蛟龙 直接一口喷射出一道岩浆 轰的一声 将那四足小蛇击飞 咕噜地在半空之中旋转几圈 四足小蛇的身影 砰的一声 摔到沐云和王兴雅脚下 可是那手中的蛋 却还是紧紧握着 四足小蛇狼狈不堪 可是这一击 居然没有将它杀死 就连那吞天蛟龙 也是有些纳闷 第1377章 我是谢青 沐云和王兴雅 正正看住这条小蛇 照道理来说 蛇是没有足的 何况是这么一只四脚小蛇 而此刻 那四足小蛇 也是看到了沐云和王兴雅二人 只是一抬头的瞬间 四足小蛇完全忽略了沐云 目光直接落在王兴雅身上 滴答声 突然间 一道滴答声响起 四足小蛇看得呆了 一时间 口水流了下来 王兴雅看到这四足小蛇的模样 顿时忍俊不惊 但四足小蛇看到这一幕 口水从滴答 滴答 变成了滴答滴答滴答 沐云突然就不爽了 再看 挖了你的眼睛 沐云开口道 谢 四足小蛇不以为意 谢了一声 一副人母狗样的模样道 本君看这位女子 长相俏美清纯 怎滴找了你这个穷措 当男人 此话一出 沐云顿时无语 我是穷措 可是比你这副样子 还是帅气很多吧 你 四足小蛇顿时气节 哼道 本君现在只是虎落平阳被犬欺 这又不是我的真身 本君的真身 可是俊美异常 风流倜傥 威武神俊 打住 别 我还没说完呢 本君神貌 就连云盟盟主沐云 也是自叹不如的 听到此话 王兴雅扑斥一声笑了 四足小蛇看呆了 沐云无语了 怎么到哪里 总是会有人拿曾经的自己做比方 喂 喂喂 恨不得一箭挑翻这家伙 沐云再次道 人家就是追自己的蛋 你抱着人家的蛋不放 还给他吧 还 怎么可能 四足小蛇哼道 这可是我挖了好几百年 才挖到这里 只是不小心挖到这吞天撑龙的巢穴 拿他一颗蛋 不算什么 哥 只是四足小蛇话语刚落下 却打了一个宝格 你确定只是拿了他一颗 对啊 很确定 四足小蛇义正言辞道 其他的都被我吃了 吃完带走一颗 留作后背 怎么不行了 这家伙太抠门了 沐云再次无语 这家伙 无耻的样子 简直是和赖皮龙有的一拼 吼 而此刻 那吞天蛟龙 再次咆哮一声 似乎已经是忍受不住 直接开始冲击过来了 大兄弟 你帮我宰了他 日后 带我脱离苦海 定去寻你 给你无上的荣耀 脱离苦海 脱离偷蛋的苦海吗 呃 四足小蛇毫不在意 笑道 没有没有 偷蛋只是业余的 我是专门挖坑的 你放心 等到我哪天 上万分身找到出路 回到云盟 我一定会好好嘉奖你 嗯 听到此话 沐云顿时一震 你说什么 我说嘉奖你啊 前面一句 沐云无语道 呃 上万分身找到出路 下面一句 我一定好好嘉奖你 沐云彻底无语 说 你说回到云盟 对啊 回到云盟啊 本军已经在九元玉折服万年时间 别人都以为我被抓了 其实 吼 只是此刻 那吞天蛟龙咆哮一声 顿时杀出 沐云此刻也顾不了那么多 直接提见杀出 馨儿 看好他 别让他跑了 我还有话问他 嗯 王欣雅点头 四足小蛇 却是不断点头 道 放心吧 放心吧 我不会跑 除非你死了 我带你老婆离开 馨儿 原来你叫馨儿啊 真是人如其名 像是花丛之中的心一样 清纯的不行啊 王欣雅此刻脸色一红 突然看住四足小蛇 道 闭嘴 看到王欣雅发难 四脚小蛇更是神情激动不已 美女 你好啊 我叫谢青 你叫什么 四足小蛇嘿嘿笑道 王欣雅此刻只是关注着沐云 是不是那吞天蛟龙的对手 哪里顾得上四足小蛇 只是 听到谢青两个字 却是一愣 你叫谢青 对啊 云盟盟主沐云的座起 谢青 哼哼 现在知道我的大名了吧 四足小蛇得意道 你就吹牛吧 王欣雅却是突然笑了 吹牛 不存在的 四足小蛇突然紧张道 我才没有吹牛 我和沐云 那是生死之交 我常喊他木棱子 他天天喊我赖皮龙 只是王欣雅此刻却是笑得更 欢了 首先 我告诉你 谢青我见过 是一条长达万丈的青龙 而不是你这样 鸡米长的四足小蛇 其次呢 我告诉你 你眼前那的男人 也叫木云 而且 他就是昔日的 云盟盟主 只是没死 转魂重生 你信不信 不信 我也不信 王欣 亚 笑道 你如果是谢青 他怎么可能不认识你 他可是天天口里喊住 谢青是一条赖皮龙 从小就是一条尼丘一样 他从来没见过哪一条神龙 像谢青那么丑的 卧槽 四足小蛇突然惊跳起来 手中蛋都是落在地上了 我大哥原来也是这么说我的 王欣雅苦笑道 好了 你别闹了 我和云哥只是恰巧落在这里 碰到你 算你走运 只是我看你也并非是简单的蛇类 下次别偷蛋了 可没那么好的运气了 嗯 下次不偷了 直接吃完 不然 带走还麻烦 四足小蛇点头道 只是这次 看住王欣雅和沐云的目光 却是露出深思的味道来 突然 谢青开口道 你知道秦梦瑶吗 瑶子子 你见到他了 我擦 四脚小蛇彻底惊呆了 等等 你等我捋顺了 四足小蛇大模大样地坐在地上 后两爪子 撑着地面 前两只爪子 抱着龙蛋 咔嚓一口 咬破蛟龙蛋壳 在那里吸吻起来 吼 而此刻 那吞天蛟龙看到这一幕 木子欲裂 恨不得彻底宰了眼前所有人 沐云此刻大骂道 你这个混蛋 不能过一会儿再吃吗 啊 抱歉抱歉 一时没忍住 四足小蛇坐在地上 继续吃着 可是目光却是一会看住沐云 一会看住王欣雅 金怡 最终 四足小蛇在吞天蛟龙的注视下 一口一口将蛟龙蛋吃个精光 两只爪子站在地上 看住王欣雅 道 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说的这个沐云 有几个女人 听到这莫名其妙的问题 王欣雅低头沉思 随后道 四个 哈哈 四足小蛇突然跳起来 哈哈大笑道 我就知道 他肯定不是重生之后的我大哥 我大哥那家伙 和我一样 喜欢女人 但只是喜欢玩女人 他前世玩的女人 从下界到仙界 没有上万 也有好几千 每一个女人是我见过 睡过一觉还留在身边的 王欣雅顿 是 满脸黑线 上空之中的沐云 完全不知道 这两人在讨论什么 你确定 我当然确定了 好多女人 还是我帮她找的 毕竟是云门盟主嘛 压力大 适当放松 也是应该的 而且 为此事 我还被孟子墨 孟仙师 差点抽筋扒皮 恋成龙丹了呢 四足小蛇说的殆尽 可是却没看到 王欣雅此刻脸色已经变了 你还是不信我的话是吗 王欣雅呼了一口气 淡淡道 你如果真是谢清 该知道 曾经你的一道分身 前往三千小世界 见到姚姐姐 也就是秦孟姚 当初云歌消失了 我们都以为她死了 这件事情 你该记得 还有就是 云歌师尊灭天炎 有一位师姐 叶雪奇 现在与云歌也相认了 对了 你既然是云歌兄弟 该是知道 云歌有一门仙爵 不能轻易施展 一旦施展 极有可能死 那就是 大索命术 王欣雅讲着 四 足小蛇 却是傻眼了 前面可以忽略 可是大索命术 她自然是知道 当初和沐云一同抢夺诸仙图 最终 沐云就是施展这门 不知道从哪里得到的仙爵 斩杀上百名仙王 最后与数百名仙王 同归于尽 我擦泪 四脚小蛇彻底愣住了 完蛋了 完蛋了 闯大祸了 四足小蛇 此时此刻傻眼了 他真的是老大的话 我刚才盯了老大的女人流口水 这还不把我劈死了 四足小蛇自言自语道 你说什么 啊 没什么 没什么 四脚小蛇彻底慌了 轰 而正在此刻 前方 一道轰鸣声响起 那庞然大雾一般的身躯 直接坠地 沐云的身影 站在吞天蛟龙头顶 步步而来 你 继续刚才说的话 沐云看住四足小蛇 道 回到云蒙 你是谁 呃 那个 四足小蛇两只爪子在身前扭泥 低下头道 哥 我是谢青啊 扑 沐云刚欲坐下来 扑通一声 一屁股摔倒在地 四足小蛇立刻上前 搀扶着道 我真的是 你骗我 谢青被抓了 怎么可能在这里 而且是这么一副鬼样子 啊 四足小蛇突然一惊 说 我忘了换回来了 话语落下 四足小蛇的身影 逐渐转化 化作一道人影 而那人影 一公尺八左右 身材显瘦 全身上下 似乎看不到一块肌肉一样 一张脸 看起来确实是很俊俏 只是长发竖起 发并两边 两缕垂柳 看起来 倒像是一个 玩世不恭的石家公子一般 弯弯眉毛 阴气逼人的嘴唇和双眼 仔细看去 白白净净的一张脸 活脱脱小白脸气质 看到这一道身影 沐云缓缓站起身来 一双沾满鲜血的手 缓缓抚摸到脸颊上 谢青 一道滴滴泥男声 从沐云嘴中响起 第1378章耳朵不好使 双手抚摸在眼前之人的脸颊上 沐云嘴角 轻轻吐露谢青的名字 他的手 在颤抖 他想过千万种 见到谢青的表情 可是此刻 他却全然不知道 自己到底是什么表情 哥 看中沐云 谢青顿时跪倒在地 嚎啕大哭道 哥 你不知道 这些年 你不在 我被九元仙门那些混蛋抓走了 过得是生不如死 砰 只是谢青一句话 还没哭完 突然 一道砰响声响起 沐云直接一拳凿在他脑袋上 骂道 你先给我打住 刚才看你嫂子 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 先把这事了 啊 谢 青 顿时哭诉道 哥 我真的是生不如死啊 每天被九元仙门那些家伙 拿着各种药材 各种没见过的东西 天天让我吃 让我喝 折磨我啊 你小子得了吧 沐云却是坐下身来 骂道 就你这样的 当年我自曝 也没见把你这条赖皮龙给炸死 你现在不是活得好好的 哥 那是我皮糙若厚啊 谢青哭丧住脸道 要不然 九元仙门把我把我抓了 也不可能几千年来都弄不死我 就 你能耐 那是 不可能的 当然是哥最能耐了 死了都能站住人家的尸体 再次重生 谢青说着 目光落在沐云身边的王兴雅身上 拉着沐云低声道 哥 你行啊 占了人家身体 把人家老婆也占了 我听说还是四个 厉害啊 就是有点亏啊 不过也不算亏 总归 这句身体也属于你了 都是你做的好事 你可别心里隔音 喷喷喷 只是谢青说着 沐云却是二话不说 连连接着 一拳一拳 凿在谢青脑袋上 我让你胡说 让你胡说八道 啊 我不说了 不说了 嫂子 你管管哥啊 谢青哀求道 哥哥 王兴雅此刻眼嘴笑道 早就听说 云哥天天讲你是赖皮龙 没想到 你还真是够赖皮的 哥 你居然这么诋毁我 我诋毁你 我看你皮又痒痒了 沐云拉着王兴雅 道 这是你 三嫂 想了想 沐云还是按照今生的排序来了 秦梦瑶第一 萧云儿第二 王兴雅第三 叶雪奇第四 而至于那个明月星 每次都是他被强迫 可算不上他的女人 三嫂好 谢青黑黑一笑 白进的俊俏脸庞 配上那一丝邪魅的笑容 颇显妖艺的俊美 这臭小子 真是越长越帅了 看住谢青 沐云忍不住 上前一步 再次抱了抱 虽然两人谈话之间 看起来不正经 可是 看到谢青 知道他被抓 沐云心中 还是痛 臭小子 哥哥对不起你了 沐云拍了拍 谢青肩膀道 你说啥 我说 我对不起你了 啥 我刚才被那大蛇追着 耳朵不好使了 我说 我对不起你了 哦 听到了 对不起我是吗 没事没事 好好弥补我就是了 谢青哈哈一笑道 臭小子 你耍我 沐云笑骂道 得嘞 哥 你跟我之间 咱们就别搞那些煽情的了 刚好你回来了 等哪天我从羽化天宫正托 咱们哥俩 我拖住你 你抱紧我 一起奔赴云盟 让那些曾经骄傲不可一世的兔崽子们 付出天大的代价 我拖住你 你抱紧我 这话怎么听 怎么别扭 好了 别平嘴了 沐云再次说 我能看出 这并不是你的真身 你本体呢 呃 提到此话 谢青顿时摸了摸脸颊 脸有些发红 闲丢人 哈哈 哥 我跟你说了 你以后回到云盟 可千万不能和好腾飞他们几个说 你那四大护法 天天看老子笑话 你要为我保密 沐云点头 是这样的 当年 我一直在寻找你的下落 你可不知道 你死那会 孟子墨担心 发动一切手段 在整个仙界内 疯了一般的寻找你 当时是我跟你去的 你死了 我回来了 孟子墨虽然没说什么 可是我心里自责 所以就出来找你了 后来从羽化天宫内 知道你的踪迹 结果被骗了 被他们抓了起来 羽化天宫 沐云嘴角情侦一抹笑容 化天狱内 羽化天宫直牛耳 而且和三十三天剑门毗邻 只是你小子 怎么跑到这落日山脉底下来了 我挖的 谢清理所当然道 这些 你 闲着没事 他们将我本体禁锢 本来我都快要跑了 一缕魂魄 还下界找你了 后来羽化天宫 就把我换了一个地方 搞得我都不知道在哪里 然后我的活动范围 就被禁锢了 只能在仙界 羽化天宫附近 分出一缕缕魂魄 左看看 又看看的 你看 这些通道 都是我挖的 我不知道被关在 哪里 沐云眉宇之间 带着一丝胶灼 哥 你也别助击啊 谢清笑道 那些人 奈何我不得的 而且天天各种东西给我吃 我知道那些东西 麻痹我的 迷惑我的 有一次 他们用一种酒 把我灌醉了 想解剖我呢 结果老子身上一片灵甲 他们都摘不下来 那是 你是 神龙吗 谁能奈何你 嘿嘿 所以啊 这些年 与其说是关押我 不如说是供着我呢 谢清黑黑笑道 毕竟 这仙界内 我可是独一无二的神龙谢清 是吗 沐云雀 是 戏谑道 小七 出来让你谢叔叔看看 小七身影顿时走出 现今的小七 看起来宛若十岁左右孩童 粉雕欲拙的样子 煞是可爱 让你谢叔叔看看 神龙一族 该有的模样 嗯 小七话语落下 顿时化作一道七彩灵甲的神龙 只是这次 小七明显看起来 灵甲更加意义生辉 光芒万丈 七彩天龙 谢清赞叹道 不错不错 哥 你养得好 我小时候 没饿死就不错了 现在慢慢觉醒龙族一些秘籍 能活下来 就不错了 问问 你也是龙族的吗 叔叔 小七瞪大双眼 看住谢清 道 只是你看起来不像是龙 我 沐云和王兴雅二人 却 是抿嘴一笑 爹爹 这个叔叔 给我的感觉 很难受 小七脑袋埋进沐云怀中 道 我 感觉难受 难受 沐云有些惊讶 不过 也许是因为谢清和小七都是神龙一族 可是谢清比小七年长 或许是谢清身体内的龙兮 比小七更强 对他造成了压制力 沐云宽慰道 小七先休息 没事的 嗯 这一点 沐云并未放在心上 三人这时方才坐下来 认真开始盘谈 哥 你当年生死之后 云蒙内还算好 当时孟子末 可是发了疯一样 甚至要和灵狱合作 只是最终 不了了之了 灵狱 也是仙界十大 狱之一 与妖狱和赵狱毗邻 灵狱内 山川河流 地狱边界 到处都是充满着浓郁的天地灵气 而且此地极为适合 鲜花和仙草的生长 甚至蕴含着充沛的矿脉 所以 灵狱内的仙丹狮和仙骑狮 可谓是整个仙界最多的 乃是仙丹狮和仙骑狮 以及仙镇狮的聚集地 孟子末这位第一丹仙 就是从灵狱之中走出 这之间 还有许多纠纷 只是 现在不是讨论这个的时候 后来 临近的赵狱和九月狱 就对我们云狱虎视眈眈 不断在边界之地 进行一些小摩擦 不过友好腾飞 含慧他们在 边界还算稳定 可是你走 那 最重要的是 主星谷不见了 好在孟子末毕竟是第一丹仙 在仙界人员不错 这才算撑着 只是我这几千年被困 只能在画天狱 附近搞一些分身 小姐寂寞 云蒙现在到底什么样子 我也不太清楚 谢卿说着 也是神色黯淡 他们兄弟几个 一手一手创建出来的云蒙 现在 却是只剩下好腾飞 他们几个强撑住 两人心里自然不好受 没事的 沐云拍了拍谢卿肩膀 说 一切都会好起来 至少现在 我回来了 嗯 看住沐云 谢卿心中 带着一丝暖意 数千年被关押 他虽然心态积极 可是心中难免会产生绝望 但现在 沐云归来 换了一个身份 但还是他的大哥 一切都会好起来 好了 现在和我说说 羽化天宫的事情吧 沐云再次倒 羽化天宫 野心很大的 他们看到云玉 可能要四分五裂 所以就设计抓我 好腾飞他们几个精明 我就笨了一些 被抓了 哦对了 谢 卿突然再一次 哥 你现在在三十三天建门 要小心点 怎么了 羽化天宫和血煞神教 似乎在搞什么阴谋 准备吞并三十三天建门 此话一出 可谓是石破惊天 羽化天宫和血煞神教 要搞三十三天建门 你还不知道吧 万年前 为了争夺大家所说的诸仙图 十大狱之中 多少强者出动了 单单是最低品级的先王 那也有上万人 三十三天建门 因为急住杀你 派的人更多 所以最后 死的也多 再加上灭不灭剑宗 他们付出惨重代价 实力大减 这万年时间 怎么可能恢复得过来 所以三十三天建门处境 比我们云狱还要差呢 此话一出 沐云微微点头 第1379章十栋宝藏 你的意思是 血狱和化天狱 要针对剑狱了 应该是 谢清点头道 反正我只是听说 不确定 但是最近化天狱内 确实是很古躁 我记下了 沐云点头道 就算是要动手 肯定也不是现在 三十三天建门 现在三位天剑子在 他们恐怕有所忌惮 三位 当下 沐云又将他所知道的 告诉谢清 我擦嘞 这三十三天建门 命不该绝啊 不过 只怕打死他们 做梦也想不到 三代天剑子墨扬 是你的徒弟 谢清哇哇大叫 道 还有一件事情 谢清再次说 急乱大地 你也该知道的 哥 整个急乱大地面积 可谓有一大片那么广袤 里面的宗门势力 错综复杂 据我所知 似乎有人 想一桶急乱大地 谁 这可是个劲爆的消息 急乱大地 面积岂止是一域 简直是两个域界 都避之不及 里面的宗门 数不胜数 大大小小 皆有存在 而且 一个字 乱 整个仙界数十万年来 都没人能够一桶的 急乱大地 而且据传闻 急乱大地内 甚至有先帝存在 他师尊灭天炎 当年也被称为 最有可能一桶 急乱大地的枭雄 可惜师尊被杀 我也不知道 谢清摇头道 如果这急乱大地 真被人一桶了 那就是仙界 第十一域了 到时候 估计整个仙界 才是真正不太平 我 懂了 沐云点了点头 整个仙界 南方位置 乃是羽化天宫 和三十三天 剑门统治的 化天域和剑域 北方 则是云蒙的云域 赵域的赵域 东方则是灵域 腰域和血域 这三大域 西方则是佛域 魔域 以及九月域 而仙界中央之地 便是极乱大地 十大域建立 都有上万年时间 根深蒂固 不容置疑 而极度大地内的乱 也是根深蒂固的乱 想要收服那些势力 单单靠强大的实力 是根本做不到的 有一点可以理解 极乱大地内的武者 皆是从十大域之中 逃出去的 妖 魔 佛 皆有 可以说 极乱大地 就是一个小型的仙界 只是 身在极乱大地的人 对仙界十大域 都是或多或少 怀有憎恨的 反正那里就是一个自乱 我擦 谢青此刻突然脸色一白 怎么了 那些老东西 又要给我灌汤灌药了 哥 我这分身要回去了 你能承受得住吗 嘿嘿 几千年了 都习惯了 谢青黑黑一笑 嘴角带着一抹邪魅的弧度 你先回去 你放心 我一定会救你出去 时间不会太久 木云笃定 嗯 两人再次来了一个熊豹 木云看住谢青 依依不舍 心口只感觉愈发堵塞 这种情况 他真的不想再经历了 这一事 任何事情 他都要稳稳当当地来做 不容有失 我们也走吧 嗯 两人便欲离开这里 登登登的脚步声 在此刻突然响起 谢青那一道身影 再一次折回 哥 哥 你等等 谢青突然开口道 我刚才在挖了那大蛇的老挝时候 发现一大堆财宝 对你肯定有用 本来我想带走的 现在时间不够了 你去吧 谢青说着 一溜烟又跑了 木云只是苦笑 走吧 去看看 嗯 两人沿住通道 继续前进 果不其然 越往前走 虽然越窄 可是走到最窄的地方之时 前方豁然开朗 这是一座石洞 而石洞长有千米 宽也有数百米 重要的不是这石洞 而是石洞从上到下 从左到右摆放的那些东西 丹药 自不必说 仙气 零零总总上千件 而且全部是荆棘仙气 甚至出现了圣级仙气 这里面 简直是一个宝库 一个巨大的保护 哇哇哇 小七此刻兴奋地出现在木云身前 大叫着 好多好吃的 好多好多 爹爹 我可以吃吗 当然可以 木云点头 道 这些东西 他本来打算 全部拿走 现在看来 小七能够帮他解决一部分 家里有条龙 换做其他人 恐怕真的养不起 小七风卷残云 直接开洞 只是这次 木云却是低过了小七的食量 不多时 山洞内的宝贝 在小七的一片蚕食下 一箭不剩 反观小七 此时此刻却是揉着肚子 打着宝阁 爹爹 我吃饱了 小七摸着脑袋 笑道 好饱啊 我要睡觉 要睡很久很久的觉 听到此话 木云顿时目瞪口呆 小祖宗 你是吃饱了 可你吃完了 木云没想到 小七这次 居然这么能吃 只是这次吃那么多 只怕是这回 一睡起来 会有很大的进步 或许是对小七 关键的一步成长 要知道 这里面 丹药有圣级仙丹 仙气有圣级仙气 那可是大罗精仙境界的 巨头所需 小七全部吃完 好好休息 爹爹看看你醒来 能够到达什么境地 嗯 话语落下 小七疏忽间 消失在木云面前 看住空空荡荡的山洞 木云摇头苦笑 这次 空手儿回了药 云哥 等等 王兴雅此刻在山洞四周看住 却是突然开口道 怎么了 你看这里 还有这里 那里 王兴雅指着空荡的山洞四周 木云赫然看到 渐渐地 这山洞四周的石壁之上 出现四道浮印 那四道浮印 逐渐形成 散发着光芒 只是实在模糊 木云和王兴雅 站在山洞内 静静等待 只是这一等 足足等待了十天时间 十天后 山洞墙上的四道浮印 彻底点亮 虽然点亮 可是奇怪的是 木云使用各种办法 根本无法动起分号 两人继续等 终于 半个月时间后 山洞内 突然一瞬间 开始改变 轰隆隆的声音 不断响起 木云和王兴雅二人 站在山洞边缘 而这一瞬间 整个山洞之中 轰隆隆的声音 不断响起 而山洞内 一道道裂痕出现 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其中逐渐出现 山洞之间 再次变化成了 另外一幅模样 而这幅模样 在此时此刻 颇显神奇 整个山洞 变成了一座水晶宫一般 水晶宫内 悬挂着各种各样的宝贝 仙气 仙丹 仙镇材料 最重要的是 这次 所盛装的仙气 仙丹等等 比刚才 简直是高明一倍不止 荆棘仙气 荆棘仙丹 圣棘仙气 圣棘仙丹 沐云看住一切 恍若梦境 这 他根本想不明白 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 而事实上 他也根本不必思考 为什么会出现这等情况 收 全收了 现今的三十四封 缺少的是什么 仙丹 仙气啊 仙法 他可以教那些弟子 可是仙丹和仙气 他需要炼制 但是 炼制仙丹 仙气 岂是说炼制就炼制的 需要庞大的物力 宗门下发的那些药材和材料 是根本不够的 这下 不只是省去了他炼丹的步骤 更是直接得到现成的了 沐云二话不说 将所有仙丹 仙气包括炼阵的材料 精实等 全部收入囊中 这地方 沐云想看看 会不会再出现这等变化 但等了几天 没等到什么变化 反而是洞府直接踏了 最终 只得离开 沐云明白 仙界 存在时间悠久 悠久到即使是现在最老的意味 也不知道 仙界什么时候存在的 而所谓的境界划分 炼丹师 炼气师的划分 谁也不知道从何而来 在这样一个仙界 你可能走路掉进茅坑里 茅坑下面 就是一座宝地 就是一位前世 不知道何年何月的前辈 留下的宝藏 因此而发达 天才 不仅是天赋出色 运气 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这次 沐云和王兴雅二人 花了十几天时间 方才找到出口 这危险重重的山洞内 其他有什么 沐云也不想去查探了 一旦遇到一些古镇 可能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 甚至直接死了都没人知道 冒险可以 可是愚昧的冒险 那就是白痴了 两人再次回到地面 看住山脉 起起伏伏 沐云此次 心境再次改变 羽化天宫 现如今 羽化天宫 关押着谢青 可是好消息是 谢青无恙 而且 羽化天宫居然想和血玉联手 对付三十三天建门 这就是一个劲爆的消息了 玉界大战 搞不好 可能是整个仙界都开始征伐了 这件事情 可不是小事 沐云出了地底 看住一道道山脉 但不知道 现在秦汉他们几人怎么样了 两人选定一个方向 继续前进 疏忽间 前方 一阵打斗声响起 顺着打斗声 沐云和王兴雅二人 小心翼翼前行 朝着前方 一步一驱地走去 两人尾身于一片树林之间 看到前方的交战 沐云顿时一震 秦汉 前方交手的几人 正是秦汉等人 只是原本七人 现在只剩下了五人 陈霄和柳梅两人不见了 只剩下秦汉 百云和百山两兄弟 以及秦灵儿和吕瞻 而围攻他们五人的 正是血煞神教的弟子们 领头的四五人 皆是在六品惊仙境界 其他十几人 也都是五品惊仙 居然是连一个五品惊仙之下的 都没见到 沐云念弓搭剑 便欲射出 云哥 慢着 王兴雅此刻却是阻拦住沐云 第1380章雷斗生死 怎么了 沐云看住王兴雅 不解道 刚好我最近情义大涨 所以 我或许可以和你配合 也许依靠斩仙剑和斩仙弓 你能够直接射杀六品惊仙 王兴雅颇有把握到 此话一出 可谓是石破惊天 沐云现在是四品惊仙境界 运转斩仙剑的话 四品惊仙 正面应对 她能够直接射杀 五品惊仙的话 就需要偷袭了 而六品惊仙 就算是偷袭 她也很难一剑射死 可是现在王兴雅却说 二人合作 便可以 怎么合作 沐云放下弓箭 看住王兴雅道 嘿嘿 王兴雅笑道 为情依迷惑他们 放松警惕 你直接射杀啊 这话说着简单 可是做起来 可是很难 要知道 王兴雅现在是三品惊仙境世界 三品惊仙 即使是英律武者 想要迷惑住六品惊仙 难 怎么 不相信我 当然不是 我的妻子 我自然是姓 沐云笑道 好 既然如此 那开始吧 恩 王兴雅双手 抚琴 悦尔的琴音 在此时此刻 不断响起 恩 而此刻 陷入绝境的琴汉 听到这琴音 却是心中一震 是王兴雅 琴汉顿时喝道 大家别放弃 王兴雅在 沐云肯定也在 他们在 我们未必不能杀出去 笨 五人顿时再次 振奋 杀出去 只是在此刻 那几名领头的六品 惊仙境界弟子 却是喝道 你们三十三天 见门面门之七道了 胆敢杀了 我们堂主 你们三十三天见门 从今日开始 就将在整个仙界除名 受死 秀 只是那名弟子 话语还未说完 一道破空声突然响起 琴音传开 那弟子竟然是一瞬间 没来得及防御 砰的一声响起 只见一名六品 惊仙境界的弟子 直接脑袋开瓢 当场死亡 看到此景 其他血煞神教弟子 顿时警戒地看住四周 羞羞 只是 就算是警惕 可是当箭矢的声音 响起之时 他们依旧是来得及躲避 砰砰的爆炸声响起 两名六品惊仙境界的弟子 再次生死 只是 伴随着六品惊仙境界弟子生死 接下来 便是那些五品惊仙境界的弟子 一个接一个死去 撤 一名血煞神教弟子 顿时忍不住喝了一声 现在不走 他们可能全部死在这里 别追了 秦汉此刻驻守 道 他们还是人多 惹急了 我们还不是对手 嗯 刷刷两道身影落下身来 正是沐云和王兴 呀 二人 沐兄 王小姐 看到两人 秦汉拱手道 多谢二位 客气什么 我们本来就是队友 沐云不在意挥手道 看住五人神情狼狈 沐云问道 你们怎么会这样 陈霄和柳梅夫妇二人呢 他们两人死了 秦汉苦涩道 我们被血煞神教弟子抓住 被逼进入到山洞内 结果大家分散 我们走路到了一条死路 危险重重 他们夫妻死了 我们五人逃出生天 就遇到这些血煞神教弟子了 听到此话 沐云点了点头 袁清清 姬无名和圣锐三人 都死了 只是秦汉接下来一句话 却是犹如晴天霹雳一般 都死了 谁杀的 还能是谁 秦灵儿恨恨道 自然是血煞神教那群人 此话一出 秦灵儿整个人 眼中带着愤恨 沐云此刻却是蹲下脚步 对了 刚才那些个血煞神教弟子 说什么他们堂主死了 嗯 秦汉点头道 此事关系重大 雷都被人在山脉内杀了 他身为血煞神教第一堂堂主 实力可以说 仅次于血煞神教教主 以及两位护法 十二堂主之中 他的实力也是很强的 可是现在被人杀了 这 件事情 十分麻烦 血煞神教疯了 沐云心中明了 血煞神教不疯才怪 一位堂主 可是关乎于他们的根基实力 血煞神教一共也才十二位堂主而已 被谁杀的 消失只是刚传开 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是被谁杀死的 可是血煞神教那边一直咬定 就是我们三十三天剑门封主出动 杀了雷都 现在 开始集结兵力在落日山脉 准备大开杀戒了 五品惊仙境界之下的弟子 都调回了 现在出战 最差的都是五品惊仙 此话 一出 连沐云自己也是有些惊讶 他突然想到谢清所说的话 羽化天公准备联合血煞神教 侵占三十三天剑门了 这种时候难道是故意找茬 雷都真的死了还是假死了 谁能知道 好了 此地不宜久留 也不是我们试炼的好地方了 接下来 宗门会将物品惊仙之下的弟子 尽数调回 宗门内 擎天风弟子出动 也会有风主到来 我明白了 沐云带着几人 折身返回 这次 完大了 恐怕雷都自己也没想到 自己会死 能够杀了雷都的人 只怕三十三封主 是不可能办到的 唯一有可能的 便是剑南天和三位鼻祖长王 只是 剑南天身为三十三天剑门门主 应该知道 即便是两狱之间 这种争斗 是不值得杀了一位唐主的 难道是有人故意杀之 沐云不得而知 而此时此刻 落日山脉 一座山脉之间 几道身影 站在山谷之间 看住地上一具尸体 沉默不语 一名身材高大 气息忧深的男子 站出身来 说话 怎么不说话了 男子此刻沉声道 当初我说拦着雷都 你们说不必 小打小闹 对宗门弟子也有利 可是现在呢 雷都死了 死了 小极 你别那么焦躁嘛 一位矮矮胖胖的男子道 这件事情 我们也没想到啊 葛方亮 你没想到 小极此刻愤怒不已 他和雷都 也是好友 而且第一堂和第二堂的总堂 离得不远 现在雷都死了 欲攻欲私 他都很愤怒 洛恩 你是第四堂堂主 你来说手 这件事情怎么办 葛方亮此刻转移话题 到身边一名男子身上 洛恩心中 将葛方亮骂了一遍 随即开口道 这件事情 还不清楚具体原因 首先 雷都的实力 我们都是知道的 九品先王境界 想要杀他 除非是几位 三十三天剑门的太上长王 或是剑南天 以及三位天剑门的鼻祖长王 否则 雷都不会死 你们再看 这剑痕 足以看出此人剑法高超 而且能够快速斩杀 一位九品先王 此人 只怕也是超越先王 就算没到达先帝境界 也是不可小觑 此话一出 在场几人 都是点头 萧姬却是喝道 你妹 说了半天 等于没说 我能不知道 是三十三天剑门的人杀的吗 我的意思是问 到底是谁 杀了雷都 我们该怎么做 是灰溜溜地回去 还是现在给他报仇 杀向三十三天剑门 此话一出 几位堂主 都是闭口不言 齐心立 鲁天云 你们倒是说句话 看到另外两人不开口 萧姬怒气不争道 我还用说吗 鲁天云哼道 三十三天剑门我不管 可是那个叫碧清玉 来自碧落黄泉宗的小丫头 我一定要杀了他 杀了我儿子 他还想在三十三天剑门的庇护下狗祸 没门 齐心立 你怎么看 我看你们的 那名叫齐心立的男子 双手抱胸 一副百无聊赖的模样道 好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 就如何 只是六人在谈话之间 一道身影 突然出现 此人一身黑袍 全身上下 笼罩在黑袍下 看起来宛若夜间的神鬼一般 阴冷而又让人恐惧 参见血护法 参见血护法 只看到那突然出现的身影 在场几名堂主 扑通扑通 单膝跪地 你们要如何 黑袍身影声音沙哑地说 听到此话 几人大气不敢喘 这位是他们血煞神教的两大护法之一 血中天血护法 也是整个血煞神教 除了教主之外 最神秘的一个男人 萧姬撞起胆子道 启禀血护法 我们准备进攻三十三天建门 啪 此话一出 在场众人只听到一道清晰的巴掌声响起 六位堂主 此时此刻 屁都不敢放一个 血中天的恐怖 他们发誓 领教过一次之后 这辈子 都不想再领教第二次了 蠢 血中天双手附后 看住几人道 你们几人 好歹是血煞神教的堂主 怎么如此蠢蛋 三十三天建门 乃是建狱霸主 门内三大长老 都是顶级先王境界 你们认为 单单靠你们六堂 拿得下建狱吗 此话一出 几位堂主都是沉默了 他们自然知道不够 哼 一时上头 血中天再次说 就算我们血煞神教十二堂出动 也不见得能够攻破三十三天建门 更何况 简自与他们六堂 都驻扎在妖狱边界 一旦抽离这边的人 妖狱那边 那帮畜生 必定是会冲出来 到时候 我们父辈受敌 三十三天建门 反倒是能够和妖狱 瓜分了我们血煞 此话一出 其余几人顿时紧张起来 如此说来 那简直是太恐怖了 可是 就算如此 那这次的事情 就这么算了 他们可是死了一位堂主 怎么能就这么算了 第1381章 无疾傲天的惊悚 护法大人 消极斗胆问道 难道这件事情 就这么算了 算 当然不能就这么算了 血护法低沉道 这件事情 不可能接过去的 只是事情 不是现在开始 而且 有一点你们要搞清楚 从今日开始 但凡是进入到 落日山脉的 三十三天建门弟子 建一个 杀一个 不问原因 是 但是切记 不可于越国 落日山脉 否则 休怪我无情 遵命 血护法话语落下 手掌一挥 地上雷都的尸体 消失不见 血中天 整个人 也是离开此地 直到此刻 几人方才 彻底松了一口气 刷刷刷 而不多时 一道身影 破空而来 各位好 来人身影高大 气宇轩昂 圆脸圆脑袋 脑袋看起来 和身体完全不相符合 你是 各位 在下乔晨海 乃是来自极乱大地 从今日开始 接管雷都堂主的第一堂 日后 还请多多包涵 极乱大地 血手 乔晨海 听到此人开口 其心力突然脸色惊变 呵呵 正是在下 其余几人 也是脸色一变 极乱大地 那地方 可是混乱至极 能够在那里 混出名堂来 而且有血手之称 又被血护法带来 担任第一堂堂主 此人的实力 可见一斑 其心力 心中 却是经购不已 血手 乔晨海 此人在整个 极乱大地 名声赫赫 杀人如麻 曾经 因为自己的女人 被宗门城之斩杀 此人愤然离开 前修千年 横空出世 直接将曾经宗门灭杀 一个不留 真不知道 血护法是怎么把他收服的 而此刻 血护法带着雷都的尸体 却是直接离开此地 出现在一片山坡之上 此刻 那山坡之上 一道白袍身影 副手而立 我来来回回跑 你却是在这悠哉悠哉的 血中天看住身前之人 道 秦玉 咱们二人 可是分工合作的 你可别只顾住偷懒 秦玉 血煞神教的护法之一 此人威名 同样是威震仙界 尸体带来了 秦玉此刻转身 看住血中天道 诺 血中天手掌一挥 雷都的尸体 出现在脚下 秦玉蹲下身来 看住尸体 手掌轻轻浮动 尸体之中 一缕缕不明的气息 渐渐扩散开来 秦玉脸色 渐渐变了 怎么了 难得见到老伙伴居然有这种表情 血中天惊讶到 出大事了 秦玉没有言明 带上尸体 直接道 走 去找教主 可是教主说了 除非 现在就是大事 秦玉脸色正重 道 走 立刻 马上 两人二话不说 直接离开此地 落日山脉 延绵上万里 宽也有数千里 一座座高山 微额耸立 一道身影 站立高山之巅 宽若屹立灰尘一般 远远看去 根本不存在 此人一身紫色长袍 全身笼罩在黑袍之下 双手抱在胸前 一把长剑 在胸口静静躺着 彭扶着长剑 就是他的全部 刷 一道身影 突然出现在此人身前 你来了 来了 来人一身白色长衫 中年模样 气息内敛 可却有一股 剑一般的风锐气息 被隐藏 此人正是剑风仙 现如今 他另一个身份 则是避落 黄泉宗 威名赫赫的三玉王 大玉王派我来问你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剑风仙开口道 嗯 办好了 紫袍男子缓缓道 雷都已死 而且我已经是 留下破绽 血煞神教应该知道 是我做的了 嗯 你没死的消息 现在已经是传递开 来了 恐怕三十三天建门 也会对你上心了 大玉王的意思是 外面危险 回家吧 回家 紫袍男子淡淡道 我暂且 不 回去 我那小师弟 现在可是不安稳 宗主不在 我担心他会捅出篓子 碧清玉也在三十三天建门内 应该无妨 剑风仙点头道 我们所有人 都很关心他的安慰 此人是谁 剑风仙看住山腰之处 一道身影站定 开口问道 无几傲天 被于乘风控制 看他可怜救下了他 你将他带回宗门 帮我照看一段时间吧 你去做什么 多年未出 见见 一些老朋友 毕竟 我曾经也是 三十三天建门的弟子 剑风仙再次说 大乱将至 这次宗主不在 大狱王恐有变化 你最好尽快回到宗门 嗯 我明白 孰轻孰众 还有 大狱王的意思 只怕此次 宗主可能很难再回来主治大局 甚至他也要离开 若是他离开了 你需要带领我们 帮助少宗主 嗯 此话一出 紫袍男子冒颜下的眉头皱了皱 什么大事 连宗主都无法处理 这我就不知道了 整个宗门内 唯有大狱王知道 宗主来自何处 去往哪里 就连他和毕清月二人 也是神神秘秘的 只怕 你那位小师弟 不只是少宗主那么简单 我知道了 若是大狱王真要离开 你且告诉我 嗯 紫袍男子话语落下 身形一闪 消失不见 剑风仙背负长剑 走下山峰 来到无极傲天身前 走吧 二狱王呢 无极傲天 现在整个人看起来很正常 而且浑身气息 十分强横 他走了 你跟我回到宗门吧 我不回 无极傲天突然惊悚到 那个于成风 就是他害的 我成了这般模样 他是你们 避落黄泉宗的九狱王 我回去 他还是会让我死的 看到无极傲天惊悚的模样 见风仙苦笑 你认识一个人是吗 谁 那个人 曾经与你为敌 现在与你为友 只要你回到避落黄泉宗 让于成风知道这件事情 我保证 他不敢动你分毫 他 无极傲天愣了愣 对 就是他 半信半疑 无极傲天跟随剑风仙 离开此地 你们避落黄泉宗 不是说曾经是白银级势力吗 潜伏了万年时间 实力如此强劲 我看到二狱王亲手杀了雷都 那可是九品仙王 九品仙王 无极傲天这辈子做梦也不敢想象 一名九品仙王被二狱王直接杀了 而且我看你们神神秘秘的 你是谁 二狱王是谁 你们都有不一般的身份吧 看到无极傲天问题很多 剑风仙本是不愿意回答 只是想到无极傲天和那人的关系 最终道 我的名字 你可能不太清楚 但是斩仙剑 你应该知道 你是 剑风仙 无极傲天顿时惊呼不已 剑风仙 一剑风仙之称号 当年在仙界 赫赫有名 可是万年前便是没了消息 此人的剑法 在整个仙界 都是数得住的 据说曾经在剑狱内建立了剑神符 可是没想到 现在居然是避落黄泉宗的三欲王 那刚才那人呢 你跟了他一段时间 不知道他是谁 不知道 他不说 我也不敢问 无极傲天摇头道 你可曾听过青山剑圣这个名字 扑通一声 突然响起 听到此话 无极傲天整个人 彻底颤抖地摔倒在地 他 是 青山剑圣 青山剑圣是 是 二欲王 无极傲天之感觉 整个世界 彷復崩塌了一般 他以为 二欲王实力强横 肯定是大人物 可是他没想到 这个大人物 竟然是如此之大 三万年前 天剑门天剑子灭天炎横空出世 门下三位弟子 耿名声赫赫 大弟子陆清风 人称青山剑圣 二弟子是他女儿 领悟见界 颇有祈福风范 三弟子便是 威名赫赫的云盟盟主 穆云 这三人 每一人 都是可以独当一面的 仙界至尊强者 可是 这陆清风 居然是被 碧落黄泉宗 收服 这碧落黄泉宗宗主 到底是何方神圣 一个看起来小小的 碧落黄泉宗 单单是 剑圣路清风 和一剑斩仙的 剑风仙二人 足以让所有人 侧目了 还有那个 九欲王渝成风 原本是隐藏在 一夜剑派的老渝 可是本身实力 更是强横无边 你放心吧 老渝头虽然曾经是 极乱大地的 千里成风 实力比我差点的 他若是感动你 我会阻拦 而且 你只要抱上 那小子的名头 没人敢动你 千里成风 听到这个称号 无极傲天 刚想站起来 又是一屁股坐下来了 他在仙界 已经是有一段时间了 这个千里成风 他如何不知道 极乱大地 混乱无比 也是穷凶极恶之人 层出不穷的地方 这个千里成风 便是其一 此人的名头 和血手乔晨海其名 都是杀人不眨眼的 角色 他 到底是谁 无极傲天忍不住问 这个他 所指为谁 无极傲天知道 但无极傲天 一路修行 到达今日地步 对于这个人 是从蔑氏 到平氏 似乎现在 需要仰视了 等你该知道的那天 自然会知道的 见风仙没有 多 解释 叹息一声 道 你只需要知道 他 曾经是需要我们所有人 仰视的存在 以前是 以后 也将会是 一切 无需多言 时间会证明一切 第1382章 重塑威严 雷都身死 木云鸣了 这件事情 闹大了 原本可能只是 雷都为了他儿子 雷华云报仇 只是一场小打小闹 但现在 雷都死了 那对于 血煞神教来说 是一大损失 血煞神教这个面子 丢尽了 现在只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 33天剑门和血煞神教 要开战 立刻开战 而且还是那种 波及剑狱和血狱 甚至是整个仙界的交战 第二种 便是血煞神教忍了 忍住不开战 就是为了以后 精心筹划之后 和33天剑门 来一场血战 只是说回来 无论是哪一种交手 这两者之间 绝对是会有一场交手 这些 不是现在的 他能够左右的 不过他也没想到 因为自己宰了雷华云 引发了这么一场风波 回到宗门 木云立刻回到34封 扣响了林文轩闭关的大门 近来吧 林文轩略带沙哑的声音响起 一步踏入到密室内 木云看住眼前的林文轩 却是一阵 这才十几年时间 现在的林文轩看起来 身上的皮肤 以及那凹陷的双眼 还是十分恐怖 可是很明显的 他身上的皮肤在脱落 新的皮肤在生长 而且 他身体内的力量 似乎也逐渐变活 满头长发 不再是枯草一般 而是如同刚枯死不久的野草一般 泛住淡淡的黄 木云知道 这不是林文轩变得更坏 而是在快速恢复 师尊 木云拱手道 恭喜师尊 恢复得欲发好了 你小子 就少在这里打马虎眼了 我说了 除非是宗门被灭了 或者三十四封有大麻烦 或者有人欺负你 不然别叫我 你有什么事情 木云再次拱手道 师尊 大事情 弟子得到消息 千真万确的消息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 血域血煞神教 以及化天域的羽化天宫 要联手 对付我们三十三天见门 听到此话 林文轩波澜不惊的脸上 终于是出现一丝惊折 确定 弟子以性命担保 木云斩钉截铁道 谢清既然知道这个消息 只怕羽化天宫那些人 确定他跑不掉 才会在谢清面前谈及此事 这件事情 可以说是板上钉钉 只是不知道 这两大狱会何时动手 好 很好 谢清突然间 哈哈大笑起来 好 很好 木云有些猛啊 他知道 林文轩恨极了 三十三天见门一些人 可也只是一些人 这家伙该不会是想 三十三天见门覆灭吗 那他天剑子的身份 可就没了 你可知道 什么时候动手 林文轩甚至有些 迫不及待的样子 不知 这倒是可惜了 林文轩再次说 血域和化天域 这两大域 本来就是野心勃勃 当初三十三天见门 要灭了灭天见宗之时 这两大域 就有些苗头 现在 狐狸尾巴 终于是忍不住露出来了 师尊 怎么 你不明白 林文轩再次说 两大域联手 能够灭得了三十三天见门吗 应该 差不多吧 差太多了 林文轩吃笑道 就凭血煞神教和羽化天宫 想要灭了三十三天见门 根本不可能的 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 最终结果 便是两败俱伤 两边谁也不讨好 而在这个过程之中 三十三天见门 需要强者出现 我现在实力不断恢复 若是开战 那云狼和三代天见子 根本不可能表现超越我 我现在需要的 就是在三十三天见门 重新建立威严来 告诉那些老东西 三十三天见门 我才是一代天见子 最有希望成为门主的人 林文轩越说越激动 现在 战事如果爆发 我就能够重新塑造威严 仅仅是这一点理由 足够了 木云此时此刻也是听明白了 现如今 三十三天见门 就如同城市之中的皇朝一般 而皇朝下 乃是三位皇子争夺皇位 眼下 两大强国入侵 三位皇子 谁的表现好 谁便是可以加分 林文轩思想很透彻 他早年在三十三天见门内 便是有威严存在 现在 只不过是重新塑造他的威严 所以 这场战争 来得好 恰到好处 甚至林文轩恨不得早点来 好了 从今日开始 我便开始闭关 除非开战 其他任何事情 不要打扰我 这场大战 我必定会参与 林文轩迫不及待地将木云赶出去 走在大殿之外 木云开始思考 说到底 他和林文轩 是敌人 也是朋友 在面对万年前不灭剑宗灭门的事上 林文轩 他必须杀 而在现在 两人对三十三天见门都怀有无限的憎恨 算是朋友 至于师徒勤奋 林文轩和许玲大师也是师徒 可是这师徒二人 表面上尊敬谦卑 私下里 两人之间 却是各有所需 林文轩需要许玲现在做他的靠山 而许玲 木云便不知道这老东西 想从林文轩身上得到什么了 只是这样的师徒之情 完完全全就是利益 林文轩看到自己 又何尝不是 互相帮助 互相利用 这八个字 现在比较适合他和林文轩的关系 不过这不重要 至少在外人看来 他和林文轩彼此间 是关系紧密的师徒 无人胆敢在三十三天 见门内对付他 木云蹒跚踱步 在山顶走动 一道身影 站在前方 挡住去路 毕小姐 看到毕清玉 木云拱了拱手 毕清玉给他的感觉是 奇怪 毕落黄泉宗 是敌室友 他现在都分不清楚 木云发现 事到如今 似乎除了几位妻子 除了几位徒弟 和自己以生死暗影 收服的那些人 其他人 他居然是连一个都不能相信 木公子 毕清玉看住木云 点了点头 再等我 嗯 毕清玉点头道 你安全回来就好 我有件事情 需要告诉你 什么事情 三十三天见门之事 需要徐徐图谋 切勿助及 我最近 可能有一些事情 需要回去办理 时间 不固定 你要离开三十三天见门 木云不解道 只是可能 目前还不确定 毕清玉点头道 而且我父亲也会离开 毕落黄泉宗 宗主和大狱王都不在 你若是有事 就找剑一鸣 他会帮你转达消息 我如果真的离开 出现任何事情 你可以去找剑一鸣 告诉他 宗门内有二狱王和三狱王 全权负责 木云有些迷糊了 毕清玉要走 这一走 不是回到毕落黄泉宗 那是去哪里 我根本不知道 你们毕落黄泉宗 二狱王和三狱王是谁 而且 他们怎么会帮我 他们一定会帮你 毕清玉突然不容质疑道 呃 看到毕清玉认真的表情 木云不再开口 当然 我说了 只是可能会离开 事情可能没有到这一步 只是 我若是真的离开 你一定要知道保护好自己 明白吗 这个 我 知道 看住毕清玉古怪的样子 木云顿时心中更是不解了 今天的毕清玉 真的很奇怪 看到木云似乎是被自己吓住了 毕清玉平静口吻 再次说 你现在只是惊仙境界 想要在仙界内存活下去 在各大势力之间游刃有余 只是惊仙 还远远远不够 眼下最重要的是提升到大罗惊仙境界 一不一个脚印比较好 嗯 还有 我若是离开的话 你一定要 一定要什么 没什么 毕清玉看住木云 最后还是没开口 毕清玉不说 木云也没多问 两人败别 毕清玉看住木云的背影 缓缓道 你一定要 保护好自己 不能出任何事情 因为你身上 承载的不仅是这里的希望 更是 最终 毕清玉还是没有说出口 木云现在只觉得很混乱 自己脑袋里很混乱 所有事情很繁杂 回到房间内 木云看到王兴雅抚情 静静坐下 听着爱人的情音渐渐安定下来 云哥 你怎么了 王兴雅看到木云脸色不对 站到木云身前 关切道 心儿 木云抱住王兴雅腰之 头埋进胸口 这让她心烦意乱的一切 或许只有在此刻 她才能放松下来 没事 我只是突然间 很悲伤 发自灵魂深处的悲伤 木云低声道 我一直做一个梦 做一个恐怖的梦 梦里 我一直被人追杀 追杀到只剩下我自己 可是 我却找不到出路 这些梦 从我到达真仙境界 凝聚真魂之后 一直萦绕在我脑海内 没事的 王兴雅安 喂 道 你只是太累了 嗯 我太累了 我想休息了 休息吧 我给你弹奏一曲 王兴雅微微一笑 捧起木云脸颊 在额头上蜻蜓点水一下 转身坐到琴前 双手抚琴 淡淡的琴音响起 木云嘴角带着一抹笑容 只是那笑容 渐渐消散 双眼 缓慢闭合 一片昏天暗地 木云再一次陷入 那一望无际的昏暗之中 木云 你该死 你必须死 木云 你跑不掉的 所有人 都要你死 受死吧 你不再是 曾经所谓的天才了 同样的梦境 不一样的地点 可是她 还是如此狼狈不堪 第1383章暴风雨 即将来临 不 突然 一声大喝 木云登时间 从床上坐起来 身旁 王兴雅一身睡衣 安静躺立 突然被唤醒 云哥 你怎么了 王兴雅看住木云 心中愈发担心 啊 木云看住熟悉的四周 摇了摇头 我没事 可恶 木云坐在床上 看住一切 心中恼怒 这是梦境吗 真的是梦境吗 她要主宰自己的生命 自己的一切 可是现在 她似乎什么都主宰不了 总有一天 我会知道 知道一切的 登登登 而正在此刻 一道敲门声响起 谁 木师兄 是我 陆踏云 木云站起身来 穿戴整齐 走出门外 和氏 木师兄 情况有些不妙 宗门内 开始掉拨晴天风上的 大罗惊仙境界的弟子了 而且连何欣长老都出动了 各个风的风主 也都严正以待 陆踏云有些担忧道 说实话 我从来没来见识过这等阵势 血域那边呢 血域那边 没什么动静 这才是最可怕的 他们死了一位堂主 可是似乎根本没有任何动手的打算 我知道了 木云折身而回 进入到房间内 这就证明了 他的想法 第二种 血煞神教 若是连这件事情都忍下来了 那就只能说明 他们认为时机未到 等到时机真正到来 只怕 将会是狂风暴雨一般的轻压而下 看来 血煞神教和羽化天宫 真的要动手了 这样也好 木云此时此刻 心中反而是安定下来了 暴风雨即将来临 那他努力修炼就是了 至少 现在不是大战 真正到大战的时候 他有实力 方才能够面对一切 接下来一段时间 出乎意料的平静 几乎将近一年时间 33天建门内 都是神经紧绷 可是血煞神教那边 没有任何举动 唯一有一点便是 血煞神教出现在 落日山脉的弟子 变得多了起来 而那些弟子 看到33天建门的弟子 便是杀 渐渐的 33天建门内的弟子 便是发觉 这血煞神教 似乎根本不敢 跟他们开战 丝毫没有因为 他们死了一位堂主 大动干戈 看来 血域内的人知道 就算是动手 根本无可奈何 33天建门 众多弟子 也渐渐安下心来 33天建门 再次恢复之前的模样 日子一天一天过 只是这次 血煞神教的事情 似乎这么就结束了 虽然血煞神教 在落日山斩杀他们的弟子 可是33天建门弟子 也是不断前往落日山脉 斩杀血煞神教弟子 两方不过是将曾经的弟子 从大多世金仙 提高到了大罗金仙境地 而这种情况下 沐云也是老实待在33天建门内 现在的他 不过是四品金仙境界 抛开33天建门 在整个仙界 确实是称得上强者二字 可是 他所面临的对手 却不是如此 33天建门 34封 枝鸭一声 沐云房间门被打开 王兴雅身影出现 云哥 碧清玉 走了 王兴雅开口道 走了 他终究是走了 沐云缓缓道 这女人来历 十分诡异 我也不知道 他到底是来自哪里 现在走了 反倒是让我感觉 有一股放松的味道 果真 那是自然 看到王兴雅的细微表情 沐云笑道 怎么 小丫头 最近还没将你喂饱吗 流氓 王 兴雅催骂一声 道 还有一件事情 哦 什么事情 这一年多时间 33天建门 和血煞神教弟子 在整个落日山脉内 可谓是处处交手 彼此间 杀红了眼 所以 落日山脉内 出现一些变故 似乎引动了地壳变化 一些密地 浮现出来 而且更重要的是 出现一些诡异的空间通道 只是不知道通向哪里 现在宗门和血煞神教 已经出动很多人开始 去查探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恐怕 两方会协商 一同探取 秘境嘛 沐云点头道 看来 又将是会有一场 腥风血雨了 落日山脉 存在历史悠久 况且整个仙界 不知道经过多少浩劫 谁能够保证 一些曾经存在的地方 不是被埋葬了 一旦出现秘境 若是有惊动 整个仙界的动静 别说33天建门 和血煞神教 只怕其他御界 也会出马 当年 他得知诸仙徒的消息 便是带着云蒙诸人前往 那一场争斗 整个仙界 单单是仙王境界 从一品到九品 就足足有上万人了 上万名仙王 这是什么概念 整个仙界内 仙王境界的强者 才多少 静静等住吧 宗门既然有此消息 恐怕这次 将会是一次新的挑战 最近 宁家和陆家 斗家一戏 还有22封主姬雪儿 23封封主圣行 以及许家和罗家 都开始怀疑你 将你当成杀害 他们子弟的凶手了 王兴亚担心道 只怕这次 是要将你 枉死了逼 若是出去历练 恐怕他们定然是会下杀手的 这些老东西 我早就想杀了他们了 之前杀不掉 现在 实力不够 杀杀他们下面那些兔崽子 也好让我出口气 沐云点头道 相较于这些 我更是好奇 密藏内 有什么 等待 一段时间 消息终于是确定了 经过血煞神教 和33天建门高层的一同商讨 终于是确定 那些空间通道 通往的是一处处密地 而且似乎 不仅仅是一处密地 两方决定 门下弟子 金仙之下 大罗金仙之上的弟子 不得入内 唯独金仙 大罗金仙境界的弟子 方可进入其中 查探究竟 而且 更意外的是 这次 连带着羽化天宫 也掺和进来了 得知这一消息之后 沐云也是感觉有意思了 这血煞神教和羽化天宫 打得好算盘 这次密地之行 虽然不是三大势力高层之间的战争 但却是三大宗门的战争 只是出面的是 金仙和大罗金仙境界的弟子罢了 这个消息传递开来 整个三十三天 建门弟子 都是大呼痛快 他们早就被血煞神教弟子 在落日山脉的所作所为 感到愤怒 郑仇没地方发泄怒火 这下好了 大家一起在密地内 是生是死 谁也不能够决定 只有靠实力说话 而且最重要的是 羽化天宫也掺和进来了 羽化天宫和三十三天建门的关系 一直是比较好的 他们掺和进来 三十三天建门绝对是占优势的 而且 这次可不只是金仙境界弟子 还有大罗金仙境界的弟子惨叫 大罗金仙境界 那是巨头 放在下属黄金级势力之中 便是宗主 阁主的领头者 这次 看来宗门是下定决心 准备立威 只是沐云却不这么想 这次 连羽化天宫都参与进来 只怕 密地内 三十三天建门的弟子 是要惨了 只是这密地内 到底属于什么情况 谁也说不准 沐云现在明白 他只是一心前修 即使是三 五年静静一品 想要到达大罗金仙 也需要几十年 倘若在绝地之中 不断厮杀 不断磨练 提高的速度会变得更快 此行 他也是心中信心满满 经过一个月的准备 三大约的弟子 便是开始前进 前往落日山脉 这一天 三十三天建门 晴天风之上 一道道身影 来回忙碌住 准备各种事宜 在那悬崖峭壁之边 两道身影站定 哥 你放心吧 我心里有数的 不会出问题的 一名看起来 约莫二十岁上下的青年男子 长发散在脑后 一张脸上 露出微笑 眼睛略显狭长 可却很大 嘴唇偏薄 看起来 有些淡淡的不屑 你确定 男子身前 见无双苦笑道 问天 你要记住 这次 不仅仅是一次 试炼密地 那么简单 你要注意 别被人惦记上了 毕竟你是晴天榜第一 而且借此机会 领悟到 属于自己的法则之力 融合时间和空间傲益 未尝不能够踏入到先王境界 哥 你放心吧 见问天黑黑一笑 全然不放在心上 你小子 真的放心吧 我都老大不小了 你总不能这么操心我吧 见问天无奈道 臭小子 你在大 也是我弟弟 知道了 哥哥 有人喊你呢 哪里呢 见无双顿时开始忙碌起来 见问天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哎哟 晴天榜第一的见问天 怎么 这次试炼 遇见的可不仅仅是我们33天见门弟子了 还有血煞神教和羽化天宫的天之骄子 害怕吗 我若是害怕 你宁长生 岂不是要怕的 连宗门都不敢出了 见问天转过身 直接开口道 身前一道身影 体型高大 头发编成一个个小辫子一般 扎在脑后 整个人双眼眼角 描绘着一道道的彩色纹路 你确定吗 宁长生冷笑住说 你该是知道 你这个晴天榜第一 恐怕有水分吧 毕竟 当初的裁判 是你大哥见无双 见无双又是门主看中的一位风主 甚至还有人说 你和见无双兄弟 第二人是咱们门主的私生子呢 若是果真如此 你可要告诉我 我一定为之前的冲撞 给你道歉 宁长生 你屁话太多了 得了得了 你们两个 怎么又吵起来了 两人争执之间 又一道身影走来 此人身材宽广 看起来忠实老实的外表 若是脱下身上的战甲 绝对是个看起来很憨厚的农民 第1384章三欲出动 古满城 我发现你这家伙 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活该你总是万年老三 宁长生哼了一声 转身离开 你 好了好了 见问天开口道 这家伙 就是这副德行 你理他做什么 我才懒得搭理他呢 古满城淡然道 这次试炼 对我们有很大的弊 不仅是宝藏问题 还有语化天宫 和血煞神教的弟子 让人想象 都感觉热血沸腾吗 见问天 探助 远方 心中也是无限向往 身为天之骄子 他们所向往的 便是那种 让人沸腾的战斗 和同等级天才之间的交战 而同一时间 三十三天见门内 各山峰的封主 也是开始嘱咐 三十四封之上 木云看住身前十几人 道 你们都是最近几年 提升到惊仙境界 我们在三十三天 见门之中 已经是十数年之久了 我想你们也该明白 这次试炼的厉害之处 更不用说 还有语化天宫 和血煞神教的弟子 所以此次 你们是有所收获 还是死在里面 我也无法保证 总之 既然决定了 那就 拼尽全力吧 看住十几人 木云心中 也是战意昂扬 这次出现的秘境 极大的缓和了 三十三天见门 和血煞神教之间的矛盾 可是 这又何尝不是 另一种的磨练 说到底 只是换了一个大地方 一个两大宗门 高层都无法触摸到的地方 进行一场新的争斗 而且 这次不同于之前的试炼 之前的试炼之中 所限制的实力 与他本身境界相差不大 但这次 不只是惊仙境界的强者出动 大罗惊仙境界的巨头 也出现了 这样一来 各种各样的事情 都会逐渐出现 惊仙境界弟子 遇见对方宗门的大罗惊仙境界弟子 可谓是不可能生还的 里面的厮杀 有多惨烈 不用想就知道 咚咚咚 一道道轰鸣声响起 众人顿时感觉到 大地都在颤抖 中鼓声响起 出发 出发 沐云低喝一声 直接一步跨出 三十四封 十几道身影 飞驰离开 而同一时间 三十三天见门各封弟子 包括擎天风弟子 一个个飞驰天空 偌大的阵容 浩浩荡荡荡 沐云四品惊仙境界 在这么多人之中 看起来丝毫不起眼 毕竟 最低境界的弟子 也是四品惊仙了 众人赶路 不消半天时间 便是到达了 落日山脉密藏之处 而颇让沐云意外的是 这地方 他曾经来过 正是他和王兴亚二人 所在的洞穴位置 只是当初 他将宝贝搜罗一空 可是现在没想到 空荡的山洞内 居然还出现了一道道的 诡异的空间波动 亏大了 沐云心中叹息道 不难猜想 只怕这里隐藏着 一座更大的阵法 只是可惜 他根本看不出来 毕竟他对阵法的了解 也就是局限于 阵法式顶级的层次 现在看来 应该是三十三天 见门的高层动手 将此开辟出来 众人此时此刻 心中满是向往 而最前方 三大宗门弟子 分成三队 精卫分明地站定 而最前方 三道身影站定 这三人 应该是负责 这次试炼的 三大域顶尖高手 不知道三十三天 见门 是谁出动了 不多时 那三道身影 低声交谈住 最终 三道身影点了点头 三道身影 各自返回宗门方阵内 手掌一挥 一瞬间 所有弟子 冲向密地之中 天空之上 一共有九个空间漩涡 大家自主选择 置于那空间漩涡 到底会传向哪里 谁也不知道 走吧 木云此刻 眼中带着向往 从最开始到现在 每一次的试炼 都是一场冒险 拿自己的性命 在冒险 但每到这个时候 木云便是心中激动 他所有的一切手段 可以不顾一切地施展出 刷刷刷 天空之上 一道道身影 冲入到空间漩涡之中 消失不见 这一场试炼 注定会腥风血雨 而活下来的人 必定会得到极大的提升 能够成为 独当一面的强者 冲 羽化天宫和血煞神教的弟子们 也是疯狂冲击 不多时 九大漩涡之中 一道道身影 消失不见 而漩涡最终 也是逐渐溃散 三大宗门 剩余的一些超级强者 各自拱手败别 将宗门弟子放在一起 就是让他们厮杀 最终谁的宗门 存活下来的弟子多 那谁的宗门 便是更加强大 三大宗门 代表的是三大狱 彼此间 谁也不会服谁 那就只能用结果来证明了 一阵天旋地转之间 沐云本该是紧紧握住王兴雅的手 可是进入密地之后 两人还是分开了 刚落下脚 一道风声呼啸而来 二话不说 沐云直接一步跨出 幽语剑在手 一剑杀出 此气东来 一剑挥出 扑斥一声 那诡异地出现在自己身前的身影 顿时被长剑刺中 直接血洒当场 这一举动 顿时使得其余几名弟子 不断后退 才刚进入密地内 你们便是这么迫不及待要杀我 看住 几人打扮 沐云吃笑道 羽化天宫的弟子 刚好 我兄弟被你们擒了 我这次 就多杀几个羽化天宫的弟子 话语落下 沐云提剑 追上前去 不多时 地上已经多出了几具尸体 沐云身上杀器 渐渐消失 不意外 这里空间漩涡连接的 果然是一块一大路 这一块一大路之上 山水清秀 看起来环境挺不错 沐云此时此刻 独身一人 并没有选择飞行 而是在地面上快速前进 至少先摸清楚 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 约门半天后 沐云出现在山脉之间 山上风声呼啸 不时间传来一道道打斗声 沐云走上一座山顶 看住四周 不多时便是搜寻到交战之处 两队人马互相对峙 其中一队人马 好巧不巧 就是之前他所见到的 沐云和文武二人 这次 两人依旧是带着十几道身影 而此时此刻 另一边 也是有十几人 不过是羽化天宫的弟子 两队人马 似乎没什么原因 直接就是开煞 沐云此刻也不急 坐山观虎斗 这两边 换作是他 他是任何一边 都不会帮助的 坐山观虎斗 最后捞一笔 他倒是比较喜欢 虽然现在是四品金仙境界 但他掌握的手段颇多 这些家伙 未必能威胁他 随着双方逐渐争斗 渐渐地 各有弟子开始受伤 甚至不断地 开始有人死去 而最终 那和陨和文武二人 气喘吁吁 而羽化天宫的两名 七品金仙境界弟子 也是脸色有些苍白 沐云看情况 也差不多了 骆天行 你带人去把他们宰了 然后搜刮出身上的 好东西 仙丹 仙气 以及宝贝 一个不能落下 是 刷刷刷 山谷内 双方 交战 郑寒 一道道破空声 在此时此刻 突然响起 看到此景 所有人脸色一变 你们是谁 何允看住 骆天行等人 一身黑袍 全身笼罩在黑袍下 看不清容貌和模样 只能看到身形 你们是 沐云的人 文武突然开口 最开始 沐云在三十三天见门内 有些名气的 能够被林文轩庇护 很难让人不记得他 他后来也打听过沐云 知道沐云身边 有这么一群骷髅傀儡 可是 他不知道的是 这些骷髅傀儡的实力 还会继续成长 你知道我 沐云此刻 走出身来 呵呵 你进入三十三天见门内 名声可是不小 动静也不小 想不知道也难 文武此刻欠身道 这件事情 似乎和沐公子没关系 小女子 也不想跟他们争亡 这就告辞 别走啊 沐云此刻一句话 三百穴位直接出动 此时此刻 这三百穴位 可都是精仙境界了 他可不担心 这三百精仙会敌不过这数十人 而且还是元气大伤的数十人 之前在落日山脉 我有两位朋友被你杀了 现在我杀你 为他们报仇 不过分吧 你朋友 文武立刻陪笑道 沐公子开玩笑呢 我才没功夫跟你开玩笑 秦翰你应该认识的 和秦翰在一起的 有两位我朋友 被你害死 你偿命 天经地义 听到此话 文武脸色一 便 咯噔一下愣住了 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 你有何解释 沐云握了握手中的长剑 解释 文武嘴角抽搐 想说话 可是不知道该说什么 此时此刻的他 完全是无话可说 没话说了 沐云淡笑道 既然如此 就老是受死 话语落下 骆天行等人 立刻杀出 砰砰砰 顿时 场中一道道 战斗声响起 三百金仙傀儡 面对数十位受伤 或重或轻的弟子 结果 不言而喻 砰砰砰 一道道 砰响声响起 数十道 身影 倒地不起 时间并没有拖延很久 那数十道 身影 彻底站不起身来了 骆天行等人 开始收取战力品来了 轰隆隆的声音 渐渐响起 木云此时此刻 一步步踏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